好 我們繼續開會 我們第一個 第一個工作選手 行長一員是王輝隆 王一員 行長時間十分鐘 感謝主席 各位我們這裡的集數 出訂 還有我們這裡的 每天我們這裡的 大家早上 大家好 好 修正 我是邀請我們的環保局長 局長 是你身體比較好 當我回去 接著文副地區人家地方 他說看了網路 我沒有網路 我沒有在看網路 我不知道 他說比較不一樣 他說這個網路沒有 我有問 掌網問過你 你開始說 要在那個文副 早期那個 新生地的 文副地區 文副地區 三十八家 你說要放在那個地方 但是文副地區 一開始的反對 也真的要放在那裡 他們要控制反對 我先跟你說 謝謝 這是你真的有準備 我要說 因為我個人 是不要放在那個地方 那是文副府 我們這門面 未來 那個地方 未來最多的 平年平地就是 剩那塊三八家 那塊最好而已 那塊也放在那裡 一切都去掉了 所以說 我們 教掌網 比較適合 要放在那裡 你再說一遍 給大家 都知道 我說不算 你說不算 我跟議員報告 現在我們是 規劃在 外溫泉 溫泉度假 段用區 對 我們不是放在那裡 我們是要做 那個建造的 那個 主體的 一個 集配料 要做 囤地 我跟議員報告 其實這種東西 齁 是再生力量 我們台北港齁 台北港 現在 你用這個 再生力量 去囤海 要造地 這種東西齁 應該是 符合我們的法規 法令 如果 如果 我跟議員報告 如果 我們正經都反對 那也沒辦法 把我們 把那個 再生力量載回來齁 高雄 我十個也有跟他 通電 我們本來是 今天開始 要跟議員報告 如果 我們也沒辦法 立行 我們之前 跟議員 所有的學典 我們的本索 從今天開始 就沒辦法 扯出去 欸 教授啊 是 你說那個 那些東西 可以囤海 那些是 有毒還是沒毒 這個東西齁 它是 處理過 它的標準值 符合我們的法規 那些有毒 沒毒 是說它的 重金屬 溶出 是不是在一個 許可值範圍內 齁 那 我們現在的食品齁 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現在所吃的食品 搭工的食品 也有容許值啊 齁 這個東西 我不是說百分之百 都沒有 沒有人這樣保證 包括我們現在市民 少數 在吃的東西 搭工的食品 也有容許值啊 齁 這一樣的意思 所以我們的法規 我們的法規 我早上有幫大家報告 高雄要出這個 再生力量給我們 他要經過 國家實驗室 認證的 SGS的 報告 我們常會要把它載回來 齁 齁 你說有法規 啊 運船放在那些地方 怎麼有 那是要放 我跟郭文改遷 齁 那是要做囤隊 囤隊 我知道 囤隊也是放的 沒有 那是要再利用 那是要再利用 我跟你說 前面的我們的董議員 你告訴我 我們的 不如我們的 文化傳來 蓋在那些 台語實力廟 中殿廟 是 是 因為那邊 屏東不可以 蓋在那裡 我跟郭文議員 參加 有理 他怎麼說 你能夠利用 這段時間 這個火 在這裡齁 蓋在那裡 我那邊 那邊 那邊齁 我跟郭文報告 我們的 再生力量 要輸用 那邊要有公共工程 那邊沒有公共工程啊 那邊說 我有公共工程 又適合 你就可以設計 跟郭文 用一個 喔 這我沒意見啦 如果可以設計 我沒意見 對 台語講 現在都要搶害 塵 塵 塵地 那邊不太好 蔡黨議員 國際的意見齁 我也可以參考 但是 問題上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現初是 11月 開始 我們就是在啟動 這個互動機制嘛 如果今天 沒辦法處理 我們的反不積極 你說要去 台26線啊 你說要把方法 我都沒辦法 但是問題是 這個開始嘛 是 蔡文傳人說 他們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說 這件事 我跟議員報 不好意思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10月2週 我們的主席 也有勞過 我們陸陸續續 我都透過媒體 我們的媒體 把這件事公佈出去 我並沒有暗藏 可是大家比較不容易 甚至沒有在關心這件事 還有議會開始之後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我也不知道 本人也不知道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這件事公佈的 你知不知道嗎 我們台中 做本書文書家 這些人大家都知道 我去找 你們做旅員做 是有三小 我跟我們都知道 你們這些議員都沒有人知道 後面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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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不知道 怎麼會有這位書 所以我之前就有 透過媒體 發佈出去 可能議員比較不容易 不是說 比較不容易 大家關心的 方向不一樣 你覺得那些人知道 那些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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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都不知道 那些人知道 有啦 我跟議員報告 那媒體都有報告 那些人有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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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知道 那些人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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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那些人 叫長 你要放在那裡 我妨礙好 我擔心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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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會跟 那些人的交通 我們這幾天 會來研究 我們來 找個時間 來做一個索兵費 你以前 我去拍攝 拍攝 我聽到 那些人說 他說 他還夾在中間 這 最可能就是 建設 怎麼也夾在中間 他說 是 他要怎麼 對 他說 一定要維持安全 你們安全 但是 我們說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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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 我 他 我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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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他 他 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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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他 他 因為電影的人很穩定 我們知道 一定不要放在這個地方 你只說一檔到八檔 聽到人就不好了 也說我們自己本身的提升 一百檔像十檔回來 十幾檔回來 那人不會說 比百檔回來 這製作人會當然 聽到也不會當然 你請請請 謝謝議員 後面有人再問你 我們的小檔長 還剩下時間給你 一點而已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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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水四三 那個 那個 我們 我在現場 我們的小檔 我 在叫那個人 那個 那個人 那個人 我們用心 那個 那個 んです 那個 那個人 沈浪開動的時候拍攤外 一關跳下去 他把那個 叫叫起來 在那裡 菜市場又水又流 也水流的 我們沈浪就叫名聲 就叫名聲 那個人我又在那裡不在那裡叫 後來才有叫 但是 我們叫起來之後 結果他是他國立的名字 我們沒有 我們有那個 高的心意 把這個人叫起來 我這裡叫叫頂 看到那兩個人 過得叫那個精神 是不是我們想要把這個人 給我加賞 你有準備嗎 有 有 謝謝王議員 我冠軍問我 我有跟你們報告 是 這有事要加賞 冒險犯案的那個 救救 那他加賞 要跟他加賞 我們後來才有鼓勵的精神 這要寄公 好 感謝你 謝謝 感謝主席 謝謝 謝謝王議員 謝謝王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張田新郎 再請議員審查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那各位局處長 及所屬的 所有 呃 陳曼科科長大 早安 那首先本席在這邊 要先請教我們 民政處 原處長 處長有關我們目前海端鄉 其實所有鄉親 一直以來都非常關心 我們冰藏設施的問題 那本席在五月份的定期大會 也有在一次的跟我們民政處來做我們詢問 那是不是可以對於我們海端鄉目前冰藏設施 目前的進度不管是在環瓶 還是說八包 甚至是有沒有得標 廠商有得標了 然後在施工 那這些階段 是不是可以請我們處長 還是說要請陳曼科科長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嗯 方議員 目前海端鄉有三個重大的冰藏設施在世界 第一個是紅石公墓 紅石公墓目前因為本來應該在這個年底就應該完成啟用 但是因為中間他們有一個設計變更 變更以後水保就要跟著變更 所以目前是在水保修散的一個過程 我們一起 如果再不變更的話 明年三夜以前應該就可以啟用 明年三夜 另外一個是紅石納古塔 納古塔這個經費總共要八千萬 但是目前他們已經發包就是水保 黃品這部分 黃品一起在一百零七年 中旬就是一百零七年 七月以前完成 所以要等到後年 對對七月以前 另外一個是烏魯納古牆 烏魯納古牆 他們前面已經開過四次的部落會議 大概有一個共識 但是因為目前那個鄉長不幸避難 所以目前可能要新顯出來的鄉長 上任以後再做一次最後的確認 目前進度是這樣 好 那因為其實我們目前 我們所有我們海端鄉的公墓 其實不只我們海端鄉 我相信其他原鄉地區也一樣 都面臨就是比較沒有辦法再 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在這邊是不是能夠再請我們 民政處再多多的再幫忙一下 因為我想這個冰藏設施 目前真的是我們鄉親面臨最大的問題 當然我們親人還有長輩 因為禮難的時候發現沒有地方 去好好等 讓他有最後一程 那其實我們做子孫的 心理也是非常難過 抱歉 實際上我們有積極在跟他們協調 需要我們協助的時候就請來協助 所以 目前有關 所以說每一個階段 甚至是每一個月 你們定期都會在家門做回覆 對我們都會跟他們聯繫 有沒有需要我們協助的 我們都有密切聯繫 不然我們不會知道他們的進度 對 那他們目前在您剛剛所說的 有關我們紅石公墓 目前在做那個水保抽扇的部分 目前的就是送了之後呢 審查審查完大概就可以在局部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審查完畢 應該這一兩個禮拜就會審查完畢 因為他們有時候會推薦 推薦以後就要補牆 所以目前應該在推薦補牆當中 所以如果說順利的話 我們這兩個禮拜如果說審查 也都確定通過了 那這樣子後續的 有關施工的一些 其實大致上 我曾經徵詢他們 如果這樣前前後後這樣 大概明年三夜可以完成啟用 好 因為其實我們鄉親非常重視我們紅石公墓那個問題 因為我們公墓目前是蓋好 就是已經有確定在那個地方 那其實就是目前碰到最大問題就是啟用 那因為就像處長您所說的 我們目前就在送那個水保的編更計畫 那這邊的話 這還是在請我們處長來多多協助 那還有第二個問題是 這次公災過後 其實本席在 就是部落在巡視的時候 我自己也有發現 那鄉親也有跟我反應 針對我們既有公墓 目前部落的既有公墓 有很多都面臨到淹水 還有甚至是有 小溪流 流金的通 通 那不知道處長知道 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保護衛員 目前我對這件事情沒有消息 但是 我跟一眼報告 是 冰障法規的規定 公墓這部分是鄉鎮市公所全正 如果我們會盡量協助 所以說本席在這邊就是想要再把我們原鄉 我們目前碰到的問題 再次的來跟我們處長來反應 希望說我們能夠再多多幫忙協助一下 因為其實公墓淹水 其實我們做晚輩的真的很很心疼 看到這樣子的情形 我們真的是很希望能夠盡快的來做修善 我知道這或許排水設施可能是其他處室的全責 但是我想說 基於我們冰檔業務的業務主管機關 我們是不是能夠來通盤來看一下 好 保安 我會後馬上就了解 需要我們協助的我們就協助處理 OK 那是不是之後會後的時候也可以 韓文給相關的權責單位 因為希望能夠盡速的 將這些排水能夠做到比較完善的措施 好 謝謝處長 處長請坐 再來 本席要請教我們原名處 吳處長 院長 處長在這裡 本席還是要再次的感謝貴處的協助 因為在上個定期大會 其實本席也有跟我們吳處長來反應 是不是有關於南島文化節 甚至是一些一系列的活動 比如說世界樂舞節能夠將活動的場地移至我們偏遠地區 那今年也看到了我們貴處的努力 也將我們世界樂舞節首次能夠移駕到我們關山 關山正的關山國小來舉辦 那這裡是不是可以先請我們處長來說明一下 當目前我們這個大型活動 原住民大型活動 舉辦的活動的內容還有成效 是不是先請我們處長來稍微說一下 那根源報告 像這次世界樂舞節其實拉到關山 其實也獲得那邊當地的鄉親很大的迴響 雖然那天是當天是下著 晚上是下著雨的 可是我看到後面的時候雨停了 人流又回來了 是當天到結束九點多的時候 一直都有很多的人 我想說我們以這次的經驗 我想說如果下次我們還有一個世界樂舞節 可以回到台中這邊 我們也會願意跟圓民會這邊再去申請 再拉到其他的縣或南回 是因為其實我自己 雖然我那時候真的因為另有要事 我沒有辦法去現場去參與活動 但是因為那時候在舉辦活動的時候 我有經過該場地 那其實活動真的辦得不錯 而且我想這樣也帶給我們所有偏鄉 帶動我們一些多元文化的刺激 還有一些文化的交流 所以許多鄉親其實跟我反應都是評價非常高的 所以說希望在明年 若是還有這樣世界樂舞節的 這樣子一系列的活動 還是一樣能夠再將我們活動場地 盡量拉至我們偏鄉 那我還是要替我們海端鄉來爭取看看 是不是明年能夠盡量的 在我們海端鄉來舉辦 好我會盡量再跟元明慧這邊申請 因為他是世界樂舞節是兩年辦一次 是 如果說可能明年是沒有辦世界樂舞 後年的話我們會再跟元明慧這邊再申請 是不是也可以再拉到台東這邊來 好沒關係如果他是兩年辦一次那都沒關係 那如果說明年我們台東縣是只有辦 像南島文化節這樣一系列的活動 是不是能夠再請我們貴處再多多幫忙 甚至是拉一個仔細烈的活動 能夠帶到我們偏鄉地區 我想這次的評價真的非常好 那也希望說我們貴處能夠再延續這樣的 那個師範的一個方向 能夠盡量幫我們的鄉親 能夠爭取到一些文化的多元交流 好再麻煩處長 那第二個是本席還要再請教有關我們元明處處長 因為這次的風災其實從七月尼伯特以來一直不斷的豪大雨 那其實我們台東縣很多鄉鎮 不管是平地原住民還是山地原住民的鄉鎮 都碰到一樣的問題 就是農路受損非常嚴重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住宅地區 有些甚至是有落石滾下 還有一些是泥流沖進我們的住宅區 那我想造成我們很多族人不管是生命財產安全上 都遭受到很大的危害 那我知道雖然有一些業務也並非全然都是元明處 但我相信您又貴為我們縣內就是原住民族行政處的最高首長 那這樣子的一個現況 我還是要再跟貴處來反應 是不是說對於未來能夠積極的替我們元鄉地區 能夠堅持到一些應有的建設 譬如說農路的修繕 還有擋土牆的措施 因為這些都是最直接可以保護到我們族人生命安全的一個設施 好 跟議員報道我想說 經由現在議員這個建議 我想說我們會後 我們這邊自己處內會做討論 看看是不是可以把全鄉的整個這樣的基礎設施 提高在他東縣經這邊來 因為我還是要強調就是 我們有很多農路 不只是我們農民都占一分 主席可以再給我一分鐘 因為我們很多農路都是有關我們 等一下再登記可以啦 下半場好不好 下半場 好 那我待會再請教我們處長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張潛義 我們既然請高美朱高遠審討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秘書長這座的各級處 各級處長及媒體先生 大家早安 我想請問一下我們圓民處處長 從昨天到今天大家都是詢問你喔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覺得這次的南島文化節有辦得很成功嗎 應該是說成不成功 其實我們我們自己是自己是承辦者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還 因為現在還沒有結束 還沒有做一個完整的那個 可是因為這次我們南島文化節做了一個很大的轉變 因為以前都是用動員很多的人力過來來參加這個開閉幕的儀式 那這次我們把它當作是變成很生活化的 就是南島文化節 好處長 那我問你 那我問你 你常出國嗎 因為現在公務比較忙 以前常出國 那我們出國 是不是帶一些辦手禮回來 那這次我們的活動 除了推展我們的文創作品之外 這些大的東西 誰能去買 只有有錢人去買這些大的東西 那我們的會場裡面 有刺繡 你是不是找特定人士去刺繡 還是有所有我們全台東縣的人 或是社區或是鄉鎮 你有沒有確實 弱勢做到說宣傳我們南島文化節的活動 呃跟一緣報告 其實這次我們也有發到各個各個地方或是協會 像這次包括甚至我們文化節商站 我們也有問他們說這次刺繡 他們要不要再再來報名 那因為他們想說他們自己是 可能現在有一些還有他們有做農事 或一些有工作 所以他們沒有買 不過處長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這次的南島文化節 宣傳的不夠 是 其實我們長兵 我們是最北端 並臨是最南端 其實你說要讓我們知道說 有南島文化節 其實你們的宣傳不夠的時候 我們這邊最北端的人 其實完全都不知道 那你們在辦理這個南島文化節的時候 第一個 你們又見過一個旅遊平台 第二個 我們怎麼讓所有的觀光客 能夠來我們東海岸去來做消費 你們這個都沒有做到 像我這次出國 我出國不是為了出國 而是去了解當地民俗風情 因為我是原住民 我這次去了當家界 也去了他們圖家族 那這個時候呢 我發現到一件事情 每個人去那個地方 就買很多的伴手禮 這伴手禮呢 非常的便宜 那我們圖長我請問一下 我們其實我們每次辦活動的伴手禮 你有沒有請所有各三鄉鎮 或是社區裡面來幫你們的忙 或是說你們的刺繡 或是什麼包包 可以由我們圓民出來幫你們去推銷 你們完全都沒有做這樣的動作 就如我這一代好了 如果我是觀光客 我來台東我一定要買什麼 一定買這兩罐 這是什麼 小辣椒 這是蘭嶼的小辣椒 這樣的伴手禮 非常便宜 只要一百塊 我們就可以推展到這樣的產業 很多我們鄉下地方都種辣椒 沒地方買 其實這個我們都要幫他們推銷 第二個 情人袋 這麼簡單的東西 我只要一袋 我們把情人袋 當成一個故事 就是人家才會有意願去買它 我們情人袋 我為什麼要戴這個情人袋 就是如果有一個男生喜歡我 他一定會放一顆檳榔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故事 他們來台東消費的時候 一定是在台東 我一定要買一個情人袋回去 給我的情人 我放了一顆檳榔在裡面 或是一根香菸 那代表我喜歡這個人 再接下來 我真的去張家街 我也買了伴手禮 這是他們的項鍊 就這麼簡單 這個項鍊 我把它剎價到50塊的人民幣 折合台幣才200塊吧 那這個東西我們也有 我們阿美族所編的東西 你們有沒有去思考 到各鄉下地方 我應該去把這些東西來推展 我來戴看看 可能比較緊 這樣是不是很好看 這個都是我們要行的 不是為了辦活動而辦活動 這是我們原住民的 這也非常便宜 大概200塊 我們這樣子戴 就可以把它襯托得很漂亮 不要說我們辦活動 什麼東西都沒有賣到 然後來的觀光客 也沒買到我們的東西 也沒吃到我們的東西 比如說我去 嚴處長的家裡 我一定吃他的什麼 烤山豬肉 因為他們會烤 那是不是我們很多觀光客 來我們台東的時候 我們設置一個 建構一個旅遊平台 我們到哪一個社區裡面 比如說我到台灣族 我不只說去看他們的多輛車站 人就走了 他一定會 好 如果我們有建構這樣的平台 他一定會在那邊吃東西 吃他們的吉拉夫 阿凡 買他們的琉璃珠 課長你應該知道 那接下來 如果我們到國廊大道裡面 那邊我們都是種稻米 稻米非常漂亮 他可以做什麼 糯米酒 這個都是我們要行 是要行銷的 比如說 這次我買了他們的包包 我們很多原住民都會手繡 他只要把它做成這個樣子 這個大概人民幣15塊 就這麼便宜15塊大概75塊吧 這個可以當手拿包 還可以當背包 你們每次的辦活動 從來都沒有想到 想到說我們要 應該怎麼推展我們的東西 這個是錢包 可以放電話 這個都是我們要行私的 處長 是 辦活動 固然是 讓我們 呃台東縣 可以 可以讓 很多人知道我們台東縣 有在辦這個活動 可是 我們要怎麼去 辦這個活動 讓很多人 比如說觀光客 國際的地方來看的時候 一定是買我們的 情人帶 跟項鍊 這才可以造就到我們 原住民的經濟奇蹟嘛 不用說辦了活動 就這樣 好 每年或是每兩年 我們辦了活動 好 現在我們就辦了 隔兩個月 忘了 明年又再辦 不要 不要 辦 辦活動 太根深地固 一直保守在 那個地方 我們應該要結合到 各社區裡面 我到排灣族 我要買什麼 一定買他們的花環 花環帶上去 你就變仙女 這個是一個故事嗎 我去廈門 去年跟今年我都去廈門 因為是海峽兩岸論壇 那我去他們的鼓浪雨 鼓浪雨呢 每個人都帶什麼 帶一個花環 十塊錢人民幣 這個都是造就他們的經濟奇蹟嘛 你們每次你們辦我活動 在檢討中 有沒有確實落實到 怎麼去幫我們的原住民 如果說以我們公家 機關辦活動 我們是不能販售商品的 不過剛剛議員的建議是很好 以後我們自己會做檢討 把這些延伸到部落 是由部落來去販售 可是 處長 你有做到這一點嗎 如果好了 我們不要說以商品或是怎麼樣 我們可以介紹 我們用我們建構的旅遊平台 去到各社區買這些東西啊 這次在那個我們木雕展的部分 其實我們這幾個木雕師傅在那個 在那個鐵花道鐵花村的 還有處長 也有販售他們的事 我剛剛已經說辦活動不只是辦活動 好 你雕塑的東西在那邊 可是你應該要去跟社區做結合 我剛剛都已經講了 那邊到了 謝謝 謝謝 好謝謝高北租高議員 我們現在請您三天女議員 審查時間十分鐘 謝謝 大家主持人 然後英明處長 你要聽啊 剛才講你們要注意聽啊 他講什麼 產業發展什麼 幾年幾天 幾年八給 Flag 原民隊 一回到台東 啊寶寶的有辦過活動很成功 你有辦過什麼活動很成功 原作品的地方產業 無縫牌 牛章感冒糖腔 這個你去發展一定會很好 隔壁你們那個科長都在笑你 要記著 無縫這兩個字要記著 議員他是因為以原規法 很壞啦原規法 不要一直談這個啦 這個以後對立會不會沒有辦法收尾啦 主請要融合 我要告訴你 文化先融合 一直講延計劃 我為原住民族啊 因為你的無能蠻含啊 這個可悲啊你去部落看看 他們的自然水有足夠嗎 你要去看哪裏 一瓶礦泉水多少 你了解在原住民部落 蘭里第七 消防局長 消防局長比較有良知啦 這個是好人來你請客一下 他很注意聽啊 我在講話他要注意聽啊 所以好人我們就要給他 誇獎 這個一瓶 這個一瓶在蘭里第七多少你知道嗎 有水知道的請七首 你知道嗎 來給你什麼 多少 放泉水 對小瓶的在蘭里多少 十八到二十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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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清楚一點不要規約韓母啦 幾塊 因為每個廠牌的價錢 好最低啦最低啦 在蘭里最低多少這個 多少 講快點 沒有時間啦 多少 二十 二十 你去講這個會讓他們笑死 我要告訴你 蘭里是原住民地區 是不是 是 你曾經關心他們嗎 我告訴你 這個一瓶三十 大瓶的五十 那你的生活水準消耗非常的高 昂貴 因為有一個印書 但是政府在一個離島的基金裡面 到底他們有沒有收費 沒有 講得好聽耶 整天在畫原住民 原住民 你真的是關心原住民嗎 真的嗎 原住民在台東發生了一些 行事的問題 交通的事故的問題 你們有專責單位主動去關心他們嗎 保險的問題要怎麼去領培 你真的有做到 去對原住民主的一個關懷嗎 有嗎 醫院這個 有沒有啦 整個系統有透過 系統 系統 都不在關心的系統 看到你在說這個 就整個都滾起來 沒半個 每天都在家裡 你要真的有需要照顧原住民 那些如果是沒有辦法看病 你從那個角落 你去給他們關心 部落那麼多老人 他們有社區醫療嗎 有沒有 有嗎 原住民主的社區醫療 你有把它建過起來嗎 沒有 我告訴你 你拿手刺起來 一直押起來 你請坐 請坐 請坐 一直在責備你 也沒有意思 我要告訴各位 這個機會就是這樣子 講得好聽耶 我們原住民 原住民基本法 原住民基本法 我想把它撕掉了 沒有真正照顧孩子在講原住民基本法 要就做真的 不然就把它放棄 設計醫療 老人你要知道 我下次會問你喔 16個鄉村裡面有幾個原住民部落 目前有多少的銀花族的原住民老人 他們平均的送命多少 他們就醫的程度是怎樣 你去給我做調查 顏世光署長 你也順便啦 那個跟你體系有點一樣啦 你的經驗比他還好啦 你教他啦好不好 好不好啦 我們缺磋琢磨 對不對 你比較會摸頭啊 每個議員你都想摸頭耶 不要這樣衝 很容易看 其他會改變 你的人格特使不是這樣子啊 為什麼要欺負在一個有特權的底下做帳範 握錯的事 不會啊 你不會就好了 對不起 對不起 不會就好了 不會就好了嘛 來您請坐 這都要講話 環保機長 你對一個環保的概念學 你其實不是環保專業了 你是獨立法力的 對不對 是不是 原住民的那個 那個牛樟那個 你去考慮一下 未來這個 這個有經銷 那個錢我把它拖給你 吳鳳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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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樟 感冒糖香 這要發揮下去 這叫做原住民的地方產業 你是退休 然後再回國回來 當成這個集處的處長嘛 對不對 是 其實這個也是一直服務啦 但我要告訴你 說對 假設你沒有辦法去承擔 沒有辦法去解決 台東的垃圾問題 我還是建議你 要快快樂樂的下來那個舞台 因為我發覺 第一個 你沒有承擔性 因為你退休之後 你的承擔性不足 當然在幕前來說 某些奇怪是你的一個很專業 但是環保這個奇怪 是你忽然間受命 這個紅的 叫你來用的 所以說你沒有代表用好 我簡單說就 環保局 你沒有代表處理 都沒有代表處理 都沒有代表處理 民政處 封殺 宗教信仰 也民處 欺騙原住民 消防局 設備不足 營梯沒有申請 來 決定 這發動基金你有請了嗎 大型的 生降那個 救災的那個 有申請了嗎 有 經費多少 我們這次提到的是 大樓大樓的那個營梯車 車輛 車輛太舊換新的部分 是一億四千多萬 那是動用化動基金 第一個專案嗎 是 趕緊家保 腳步 好不好 台東的人民的生活 財產 生命 在你一面之間 我跟你說 我們現在你說沒什麼 去民主的時候 要做太多 我期待 我沒有要給你用 用營梯上來 給你 感到說 不宜啦 其實消防人也是很辛苦 那個都是在 薩麻精 那些火場 是生命不斷的 我希望你們落實 你多看 多了解 定用的需要 買的裝備要適用 不要買到 手上找不到 買到那個廠商 是在西藏 不要去搞這種東西 我希望說 你如果採購得對的話 就是保護在你的兄弟姐妹的生命 就是在你 你的一個作為 請坐 所以說 台東政府 屬於這些團隊 每天就在那裡看 問說 我當時可以提供 我要五五專案 五幾專案 不要去想那些啦 社會變遷 我告訴你 過去我們看到獎金 我到底在哪 他好的 十大堅持 我們給他鼓勵 我們再回一位 是回這個啦 那過去一黨專政的時候 在民主一個時刻的轉型 大家一起來轉型 我們為什麼要去信任 一個原住民的基本法 四百年來的原住民 事實上 這一個政府 這一個國家 有欠缺原住民 這是事實嘛 但我們現在 原住民 這個高位的一些高官 款了回來 回頭的欺負原住民 憶民主長 你起來一下 你是不是 有沒有意思 要把這個壞習慣改掉 你有沒有這個意思啦 過去欺負原住民的壞習慣 你想要不要改掉了 那你怎麼沒有欺負過原住民 那你的作法 無能就是在欺負原住民啊 蠻恨啊 那無能啊 那個比真正欺負還可怕 沒半部 你如果不知道原住民的事物 你來問我 我來協助你啦 要怎麼讓原住民主 真正快樂起來 豐年 原住民主很多危險的 那歐巴桑他們 都在自己種菜 自產自銷 趕緊去協助他們 果菜市場 講了幾百年了 有原住民的拍賣官嗎 原住民在那邊 被人家欺負啊 菜賣不出去 你很高興耶 眼睛張大一點 你要不要悔改 那個畫面給他用單一畫面 那個眼神好像要殺人耶 不過悔改 每天說什麼原住民 都專門欺負原住民 就是你啊 要不要悔改 原本來就沒有欺負原住民 我自己本身就是原住民 那你就是犯了這個錯誤 所以我要告訴你啊 真的讓弱死原住民的基方法 從生活的層面 健康的層面 人權的層面 去關心啊 每天講什麼流利 事後就了解一下 好 謝謝大衛主席 那位消防局長 那個清明各位啦 還有環保局長 你可以考慮 下了這個舞台要很光彩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林三殿林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 張正輝張議員 尋找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啊 來 感謝 謝謝林三殿林議員 對原住民議題非常關心 各位 天果盡了 趕快回改 有則改之啦 無則加免 好不好 我們希望 議會裡面 議員同仁給大家的建議啊 無論你心裡喜不喜歡 我想這是他的職權 各位能夠 不一定甘之如矣 但是表面上 要尊重 來 吳處長 最近都是你的議題了 不好意思 好不好 不過 原鄉確實是需要更多人的關心 跟關懷 過去做得好做不好 不是我們考量的地方 畢竟已經過去了 我們希望在這個時候能夠把它改變 透過你們的努力 重新讓原住民找到自己的定位跟方向 我想這個是現在要努力的 我們再來謝謝很多議員給你的指教 希望你能夠更精進 我們來談一談 這個部落法人化的問題 最近 緣民會 不斷的努力 希望能夠 原住民自治 盡快達成 他希望從部落裡面開始做起 最近你們也辦了幾場 說明會 部落法人化應該有一個共同 是在我們這邊 在台中市辦過一場 稍微音量 自信一點 不知道我聽不到 耳朵眼傳 九月份的時候有辦一場 部落法人化 在縣政府這裡 你各鄉政府不是都有辦嗎 我記得你們各鄉都有推嗎 原民會有辦 來來 哪個可以回答 處長可能不了解 叫我們錯 不是你的嗎 叫我哥 議員你好 有關公法人的部分 那個原民會在九月份的時候 有來我們台中縣政府 這裡在一樓大廳 有邀請各議員 然後在地的部落的精英 來針對公法人的部分 來做一個說明 我記得各鄉政正在如何如土地辦 都有一鄉大概都一場吧 各鄉政他們自己也會 還是你們根本就沒有跟各鄉聯繫 有各鄉政他們也會辦 你們辦了幾場 我們都是透過原民會這裡 然後來辦 你們都不用去配合參與 看看地方的回應是什麼 我們原民會都不需要做這些事 有有 但是 都不是有 有就是有 你有去嗎 誰去的 金峰那一場誰去的 金峰的部分我們沒有 接到公所的通知 現在是說 原民會是直接跟 跟部落 跟各鄉政公所 委託來辦你這件事 這樣的話就沒什麼好問你們了 不是喔 你們能不能主動去關心一下 去查查 這樣推動 用這種座談的方式 它的成效是什麼 如果每一個部落的鄉親都不能夠理解 他如何來去推動部落自治的問題 這個最主要是部落要自治嘛 賦予他一定的公法權利 然後他才能夠行使 那這個部分如果獻服都不能夠了解 他們怎麼做 遇到困難 他誰去去找誰需要解決 好處長 是 您能不能折成一個 譬如說 我們這個教訓課 能夠去協助或者是了解 不然你整個業務都不能推動 好 好吧 我覺得這是最近最重要的一個原住民的政策 他希望透過落實原住民自己的部落的自治權 然後再提升到區塊族群的自治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重要 如果園兵處這裡都不關心 我覺得就可惜了 來 科長請坐 處長 就你理解 部落自治的部分 它的目的是什麼 議員是談整個部落 當然 他為什麼要推 如果處長都不了解 你怎麼找我們議員做談會 我想說 我們原來應該是回歸到我們以前 其實我們一個部落就是一個國家的概念 去想這件事情 所以說 我們以部落自治來講 就是未來我們 如果部落自治之後 我們傳統領域也劃分清楚了之後 所有我們在自己的傳統領域 上面的發生的一些 我們部落可以有一些自主權 當然是做這樣的 因為也就不會發生這樣 當然是說也許在 法還是以全國適用的法律 可是在這個制度的裡面 處長 你的聲音不夠 因為電視的轉播 你這樣我的鄉親聽不到 請坐 嚴處長 來 我們交換意見 聽聽你的看法 波羅公法人是不是 是 目前他跟地方自治的關係 可能會有關係 我就講我的想法好了 因為關係到你啊 你明正處 他當時在研究法第二條二之一通過 波羅公法人是希望透過 波羅公法人的制度 能協助 波羅健全自主發展 這是法條所講的 但是波羅公法人 平行來講 公法人就是政府 公法人就是政府 我們現在要考量的 就是說 部落公法人所承擔的前線 跟地方自治法 附於縣政府 地方自治法 附於縣政府的前線 大概有十三個 政政公首 有九個 但是這個前線 跟部落所要的前線 是不是一樣 這個是我們要考量的 是很顯然的 部落要的前線 已經涉及到 跟國家分權的問題 所以 目前 波羅公法人能不能執行 這麼大的前線 是我們要考量的 另外一個 可能觸及到排灣組 我們通常講 部落是一個第一的觀念 但是對排灣組來講 是氏族的概念 所以有人會覺得說 這新村有八個部落 公法人 是不是八個 就會八個公法人 但是有一些 環境會以時即進 這個人 有人會說 講 不好意思 有人會說 部落公法人 對部落主流 是不是貴族的復辟 我想 有人會這樣質疑 但是我們必須要審慎的 面對這樣的問題 為什麼環境在變 那我們當然會跟 我們必須站在地方 公共制度的立場 好 主長我理解的意思 請坐 主長的意思是說 如果涉及到 國家公權的分權的話 其實 部落法人 是有一些考量的地方 是不是 不過如果 在民主自治 對自己的事物 來去做探討的話 他未想不可 不然地方自治是假的 不是這樣嗎 我們現在一直要推原住民自治 最主要推不出來的原因是 我們一直沒有辦法像 處長你說的一樣 把它合理的空間跟權限 劃歸出來 所以是不是可以從最基層的部落 開始來推動 如果是八個部落合起來的 他該如何做處理 其實都是需要大家一起來討論 所以做堂會非常重要的意義在這裡 結果我們都不知道 倡議的人又不多 真正能不能把這樣的一個政策的聲音 傳達到地方 我覺得這是可惜的 民主這個部分 是需要再加油的 包包演站在我們民政主的立場 其實最擔心的是 公法人一定會涉及到公權力的執行 那問題是公法人現在 部落公法人現在的代表人跟幹部 如果都不具公務員資格的話 很可能在執行法令上會有問題 而且他公權力的執行會涉及到行政處分 行政處分會涉及到樹葉 會涉及到適用採購法 這個東西都必須要審慎的評估 好請坐 所以說他需要有一定的權限 到底他應該負擔到什麼樣的責任 他可以負責什麼樣的職務 我覺得這個都是可以設計跟規劃的 我們不需要那麼快就以為 他一定是像你的簽證符一樣 未嘗試一定是這樣的走向 不過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我們希望圓民處能夠多參與多辦 讓更多的人理解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也是你們國務講的明前初步的概念 把很多需要推動的事物 透過某一種形式的方式 讓更多的人知道 他們能夠及早理解 很多事物就很好做嘛 方便推動 好不好 處長 除了你在做原鄉的經濟議題 還有很多這種事物 都是需要思考的 一起來做 原住民社會生活的變化 這是最重要 原民處存在的價值 希望能夠把這些概念離清 推動的政策才會好 好不好 我們很少責難你 因為原住民的問題很多 弱勢者 沒有悲傷的權利啊 請坐 好主席 謝謝 好謝謝張政會專員 我們接下來請 翁立瑩 翁議員 請打時間十分鐘 好謝謝大會主席 那我想請問一下那個原民處處長 走 那之前我到多良大溪的時候 多良的時候 我碰到那個這個前 陳前理事長 他有跟我提起說 就是說之前 陳務縣長 有到部落去說明了一個 不知道什麼呼應 他也沒告知我 他說 他說到現在辦很久了 怎麼都沒有下完 你知道這個 這個他上那個 他上這個多良去做這個 宣導的時候是什麼這樣的議題嗎 是 跟議員報告 這次主要是 因為這次的政策是說 以南迴為主體 所以我們這邊原民處有辦了一個 針對南田跟多良的一些 產業營造的一個規劃案 所以說是以這個規劃案來去做 去多良跟南田去做說明會 應該議員講的就是那次 副縣長有參加一場的說明會 在多良的聚會所 是這個 南田跟多良的產業 對就是要營造 因為本來想說 因為 原來是因為多良火車站 因為是很有名 所以可是我們在上面的部落 龍部落其實好像並沒有受惠 所以我們希望把遊客引到多良部落上方來 所以說才會有這樣的營造計畫 那希望是說能夠藉由現在多良本身火車站的遊客 能夠也到我們進到我們部落來 就是在部落裡面也可以吃住娛樂這樣 不是 那是不是之前 那這個案子是不是之前本席所談的說 多良車站上那個 雜拉密部落 需要有一些讓遊客能留下來的 對 是不是這樣子 那可是 之前我上了多良車站 那我發現說 說這個車站旁邊 他這個一些百姓在那邊擺攤的 我覺得他好像很簡陋 那我有問了理事長 他說 因為這個都是他們自己的錢去搭建的 可是我看起來是很不協調 而且又不是很 環境不是很好 那是不是我們 縣政府原民處這邊 可以來幫我們這個 多良車站旁邊那個一些癱瘓 那醫院報告 多良火車站那邊附近的區 原來應該是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應該原來相公所本來有規劃 那後來應該是相公所這邊沒有做 這樣好像轉到官呂處這邊來去做 來去做 是 那因為我們這邊規劃的部分 是在塔拉米部落上方去營造 部落是不是可以 可以有一個載體 未來是不是可以接待遊客 這個部分 那下面那個火車站那個部分 是由我們管呂處來去做實作 現在是由管呂處 是 那你剛才提到說是相公所 那為什麼 你們沒有輔導我們 泰馬里相公所嗎 這個區塊 那個 因為那個火車站那個區塊 不是我們這邊來做的 所以我們只有跟相公所聯繫 是針對上面塔拉米的那個部落 整個去做對產業的營造 還有他未來是不是可以做成 旅遊的官方景點的營造 那現在就是由這個管呂處來解鎖 是 那我也希望說 因為這個土地都是屬於原住民的土地嗎 既你所了解這個車站旁邊這些的鋪地 現在目前在經營的這個場所 它是什麼樣的地墓 在火車站上面是多樑分校的公有的土地 不是 多樑分校在下來這個 就在看這個火車這個地方 這個平台 看火車的平台 那應該是鐵路的用地吧 鐵路 對 因為那邊不是剛好是有鐵軌有鐵路經過 對那邊有鐵路經過 那邊應該是屬於交通的用地 並不是在我們這邊的管轄方向 那是不是可以請書長幫我們 幫我了解一下 在這個平台的 你說平台這邊是屬於鐵路局的 那後方這個現在這個 多樑分校 不是 多樑分校是 應該是有一個一個這個產業已經飆走了 是 那我再講的是平台的後面這個百姓在做這個賣一些一些農特產品啊 還有考 我想說議員是不是可以 等一下會後的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看那個地級圖 我們來直接來去確認 然後我們再來幫你去做詢問 這樣可以嗎 好可以 好謝謝 好謝謝處長 好 大會主席報告完畢 謝謝 好謝謝汪立營 汪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林崇安議員審查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大家早安 首先 就叫環保局局長 局長 昨天齁 有很多的鄉親打電話給本席齁 這一兩天大家對這個我們從高雄簽訂的這個 焚化垃圾的這個約定都有疑慮 局長應該從明年一月一號開始 我們是不是一公噸 每燒一公噸就要運回1.8公噸的抵渣 這有沒有錯 沒有錯 但是我跟議員報告 嚴格說不是叫抵渣 是處理過可以再利用的再生力量 那我們就先用一個名詞來代表 我們先用抵渣嘛好不好 好還是說你有其他的名詞 我想我們用再生力量好不好 好 再生 力量 再生力量 一力兩力的力 這個還第一次在環保裡面聽到說再生力量 這個法規的用詞 我看還是用抵渣好了 用再生力量我到底沒聽過 抵渣會容易讓民眾誤解 是沒有經過處理的 OK好 那不管怎麼樣 一公噸的這個垃圾 根據本席在網路上面所知道的資料 每一公噸所燒的垃圾應該會產生0.2公噸的再生力量 對不對 不是抵渣 抵渣 那是沒有處理的 沒有處理的 但是不是 好 我們現在齁 那你前後就有矛盾了 一公噸燒完剩下0.2公噸的底渣 對 我們先這樣講嘛 然後出來的時候變成1.8公噸的再生力量 哇你這個數學比我還要好 我聽不太懂 我來解釋一下好不好 好 沒關係我們就這樣算 0.2公噸的重量嘛 我們以重量來算 不管它是底渣還是再生物啦 再生力量 好 一公噸燒完變成0.2公噸的底渣 在運輝台中1.8公噸的這個再生力量 對啊 這個是9倍之多耶 那個 這個東西 在數量上 在這個 這個這個公平上 是不是 沒有辦法得到台中憲民的認可啊 好 我再來問一下 局長 我先講數量啦 我先講數量 好 那 這樣 對阿 爐齒跟底渣或再生力量爐齒是不是又安全了一點 欸 我跟議員報告 你你跟我講齁 我們不要在學術上去做探討 你告訴我 我先講那個數量好不好 先數量 這樣是啦 是高雄我們把一頓的垃圾送過去 原來我們要繳2307 就是一頓要2307塊的代燒的代處理費用 那高雄不收 他不幫我們收這筆錢 那他們再生力量呢 那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那個再生 就是 如底渣要送去處理廠 處理 他們一頓 要處理費差不多一千五 一千五左右啦 好 這不一定 這價格是不一定 大概是這個價位 那我們原來產生的差不多18% 我們就是 100噸會產生18噸的那個抵渣 所以 他是用錢來換算 錢來換算 用金 就是那個費用來換算 用金錢來換算 他的重量應該要帶回來那麼多就是了 對 就是我們就把它帶回1.8歲 好 這個部分本習能夠理解 就是用金錢換算之後的 你必須要帶回來那麼多嘛 對不對 好 那剛才本習會到 比較那個 那爐屎的化學穩定性有沒有比這個 抵渣或者是再生力量還要穩定 據我了解 應該是我們抵渣經過處理以後 會比較穩定 那可是 本習有看到在網路上看到 一般來講這個爐屎的部分 大部分都投入在 在外縣市投入在那個 緊急盪路的搶修工程裡面 就是 隨時有可能再被替換 等到這個 緊急狀態所所用的一個替代物啦 但是 你這個 再生力量 你要投入到 台中線的重大公共工程 誰能保證這再生力量 完全都沒有 對環境有影響 我跟議員報告 這個再生力量是經過環保署 它有個法規規範 就是處理廠 它就送到這個處理廠 做處理以後 它要出來到公共工程使用的時候 它必須經過 國家認證的SGS的這個實驗室 做TCLP的那個重金屬的融出的測試 在這個法規的容許之內 才可以去使用 目前我們跟議員報告 像台北港 既然你說這個合乎安全標準 本席也暫且在這裡 相信這個是合乎標準 但是你要知道 在民意的想法跟思考上 它就不是這樣想的 我可以理解 對不對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所以以環保局在宣導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要特別的用心 要說服台東人民嘛 是不是這樣嘛 是 那以前 圓人會也跟 圓人會也多次跟台東線講 或藍瑜講說 啊我們所放的是這個 廢棄的衣物 這個沒有代表 什麼放射性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安全的話 那藍瑜也不用反對啊 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這樣 那本席的意思是說 那你要先要進來 那事實上就要經過民意的考驗嘛 那所以環保局 環保局你要做的工作就更多啦 居長你是懂本席的意思嗎 你不是拿這個 不可能 不是只有拿這個數 數學的 這個 數據啦 給民眾看啦 你懂我意思齁 那 那 這個 再生意料 所講的 那個居長你講 再生意料 運到台東 你打算先廚房在哪裡 就是 在我們那個 溫泉的 度假專用區 它是做 足底 基底 哪一個溫泉的 哪一個溫泉的度假區 哪一個溫泉的 溫泉的 溫泉 度假專用區 在那個資本橋下去 一個防信道路過去 你是捷地的那邊嗎 海路上那邊 是不是 跟那邊不太一樣 我本期待這邊 已經聽到很多外面的講說 是放在捷地的那裡 不是不是 不是啦 我跟議員報告 好 這個再生意料 可以用到 溝 就是那個溝曲的回田 管溝的回田 還有我們 那個海 就是海底 現在海北港在做 還有我們道路的 這個鋪設集配 現在高雄它本身都在做集配 還有陸體 他們都在做 他們都在使用 所以這部分 因為不是這個跟我們合肥料 我要重申 合肥料放在我們來 我也是反對 但是它畢竟跟合肥料 是不一樣的東西 它這個目前 各縣市都在做 簡單 那 局長我再反過來問你 是 全台灣有多少縣市 在使用這樣的再生力量 據我所知 台北港在做 那個 目前 目前 局長你問會本協議是 本協議是說 現在目前有多少政府的 重大的公共工程 或者是外縣市的 不管是道路也好 做公共工程 有用這種再生力量的 有嗎 我就我要說明 跟議員報告 就是高雄的道路 集配跟他們的 陸體 他們都在使用 然後 台北港 在填海造路 也是在使用 桃園的 他們的道路鋪設 也是在做集配 在使用 我目前說 我知道這個很確確的 有在使用 那使用多久了 他們很久了 不是現在 已經做很久了 這個大家都可以去問 去諮詢 那我必要的時候 我會把這個資料 提出在說明會的時候 我會把這個資料 呈現給我們所有的這個鄉親 好 我會收集出來 OK 好 那這樣 你要辛苦你了 是應該的 因為有很多人有在疑慮 是 我得了解 我可以提供 不要你做 謝謝議員 假設 我給你一個考題 假設 這個要放在你原住民所聲稱的 我們原住民所聲稱的傳統領域上 引起主人在抗議 主長 你怎麼去去面對 我現在假設一個問題 放在所謂的我們原住民宣稱的傳統領域上面 這個對你來講 這是我昨天問你的 你會怎麼面對他 這個應該還是要回歸到我們原住民主條 還有就是 下資商取得原住民主同意 所以應該 你大聲一點我聽不太知道 你說 你大聲一點我聽不太清楚 這應該還是要回歸到我們原住民主條 因為如果說 原住民主條 剛才林玉瑋講過了 那個是貝額不用 有時候看到的就做這個樣子 沒看到的時候 不管是過去的政府 跟現在的政府通通都一樣 原據法就是擺得好看 當時的神主牌在敗 有的時候就看到 沒用到就沒有用到 本縣還是希望 希望你在這些行政 就是由縣政府做重大決策的時候 比如說局長 這個環保局長要把這個運回來 不管他在哪一個原住民傳統領域 或者在本縣任何一個地方都好 有牽扯到你的領域的時候 你當然要 協同局長 我講的是這個 行政上的一個平台的聯繫 你要做到 好不好 好 謝謝處長 謝謝局長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林崇岸 您有委員 接下來請張前欣然 請打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那在這裡 本縣還是要請教我們原民處處長 市長 市長 對我們剛剛所研究的問題 因為還沒有做一個結論 那本縣還再次要跟您請教 因為這次我們這次風災過後 真的不斷的大雨之後 我們原鄉很多農路 都破損的非常非常嚴重 還有就是有關我們海端鄉 很多部落的居民 都是依靠著山來居住 所以這也特別顯現我們 擋土牆設施的重要性 那這邊還是要跟我們處長來反映 就是像農路的部分 我們並非每一條農路都是子宮 農民來跟做使用 有些農路甚至是我們部落 簡易自來水修繕的主要道路 所以當這個道路一旦坍塌了之後 部落居民的用水 又引發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在這邊還是希望說 我們原民處是不是能夠 針對我們地方的基礎建設 能夠不斷的向中央來爭取一些經費 來做修繕還有建制的問題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有關擋土牆 本席這邊還是要再強調 因為其實我們在看到部落的時候 有一些擋土牆 雖然是它建設的年代非常的久 大概是在民國七八十年的時候 建設完成 但是當時在建設的時候 也跟村民反映說 可能經費上沒有辦法一次 就是將每一個依靠在三部落的居民 將黨部長一次做好 所以他們可能是分段 但是我們現在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 當我們要去補足會做完的這一段的時候 因為它可能就是少部分居民而已 所以可能就會面臨到在建設上啊 在會刊的時候可能會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所以我想說既然今年碰到這樣子如此大的風呆 我們是不是來通盤來檢討 尤其針對我們建設黨土牆的一些設施 我們去看有沒有需要做修繕 那若是沒有建制 那有危險疑慮的時候 我們就再來好好替我們鄉民來爭取 這地方是不是可以請我們處長 還有承犯科的科長 就再次多多用心來幫助一下我們海端鄉的鄉親 可以嗎處長 好 那會後的話你們應該還是會帶行文給 您剛剛說是會跟花東基金 可不可以請處長先說明一下 我想說如果說針對基礎設施整個應該是都有 全縣大概都有 原理鄉鎮都有這樣的相關問題 那我想說如果說我們大家就是 我們可以收納大家各個鄉鎮的需求 我們可以看看是提報到花東基金這邊 好那這邊就還是希望我們處能夠幫忙 是不是能夠提報一些計畫到我們花東基金來 真的做好一些比較完善的措施 再麻煩處長 處長謝謝請坐 那接下來的時間 呃本席將時間交給高美助議員 謝謝 好請高美助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 我想請問一下處長 剛剛延續的那件事情我們還沒講完 剛剛我講到我們的自己的產業 抱歉 接下來我剛剛沒講到 他們對岸都可以把檳榔弄成真空包裝 那我不是說讓你們吃檳榔 我只是一個禁言 比如說我們有地瓜酥或是什麼 也可以包成這個樣子嘛 對不對 那這個檳榔呢 有很好笑 它裡面有一個口訣 它說一口檳榔 好精神抖手 我並不一定要讓你們吃這個檳榔 我只是說讓你了解說 好 好謝謝 我只是讓你說 我們很多在地的產業 我們是不是要把它包裝成這個樣子 或是手提包啊什麼 都把它包裝 包裝得很好 這樣子是不是外 呃外來的客人 來我們社區的時候 就可以買這些飯手裡 希望呃處長這邊呢 會後 是不是你們好好的通盆去檢討 這樣的事情 好不好 好 接下來我再 您請坐 我先問文教科 科長 一言早 早 科長 我們都知道 學校 從國小到高中 都有上主義課程 是 那我想了解 在學校的主義課程 呃一個禮拜 大概上幾天 呃幾個小時 呃 目前呃 我這邊呃 原住民的教育的部分 是在教育處的區塊 學校的部分 那我 據我所知 呃他們是利用 禮拜三下午的時間 上呃 足以一堂課一個小時的時間 來學習母語 你認為足夠嗎 當然不夠 所以我們也在規劃 可不可以把學生跟社區做個結合 讓營造一個說母語的一個環境 讓小朋友沉浸在那個環境 科長我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建言 是 其實有些時候在寒暑假裡面 我們不是有夏令營 冬令營 那我們為什麼不去辦一個足以育樂儀 這個都可以讓我們所有的小小朋友 從基層開始學習 很多人我們基層開始學習 都學英文 可是他不學足語 我們都知道全世界裡面有六千多個語言 可是在每天有兩個語言都要消失 那我們二十年後即將面臨這樣的現象 所以我們這邊圓民處 我們大家一起合力來把我們的足語 趁這個時候 大家都還會講足語的時候 是不是舉辦一個夏令營 或是東令營 或是足語的育樂營 處長這邊可以做一個協助嗎 可以 好 我們這邊會後會先做這樣討論 如果說到時候有必要的話 我們再請女人來給我們先建議 處長謝謝你們 希望 往後我們大家都為原住民做一點 一點小小的那個心力跟幫助我們原住民 讓我們的傳統文化領域裡面出了主意 跟我們所有的產品文化產品都能夠推出的很好 謝謝你們 也謝謝大會主席 好 謝謝 張陳議員 還有我們高美朱高議員 也謝謝各位 我們今天上半場就再到這裡高一端了 我們10點40在主持開會 好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副議長您稍等一下好我們請來我們繼續開會 那我們今天下半場 還是一樣是民政援助民族消防環保行政 下半場的第一位質詢的是我們陳鴻忠 陳副議長尋答時間10分鐘 好謝謝主席 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的環保機長 委員好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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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鋪設 還有那個陸體的 這個相關的公共工程 如果這個東西這麼好 為什麼我們一頓垃圾要換一頓包回來台東呢 因為這是用成費用來換算的 因為一頓的抵渣送到前處理場處理 他們高雄要付一千五左右的費用 還有 剛剛有聽到局長你在講 這個抵渣你說哪個地方可以去填海 台北港這個我有求證過問過 台北港可以填海是嗎 對他們填在台北港裡面 如果可以填海 因為回來台東一樣可以填海 我保證我們就說 成功的這個地平面流失非常多 是不是你問清楚 成功如果可以填海 我們填在成功的海岸線 我們填海造正可不可以 這個要問我們的相關單位是不是有這樣的工錢 你問好抵渣再進來可以嗎 可是從今天開始如果我們沒有同意這樣的機制 我們今天這個社群沒有辦法出去 沒有辦法出去我們就不要出去啊 因為這個事情沒有談好 百姓不放心啊 一談到你要放在 放在資本溫泉區 所有人都反對 人家都反對 表示這個東西不受歡迎 不受歡迎 我們如果要運走這條路一定行不通 還有 昨天很多議員一直在問你說 我們 是不是混亂乳可以 考慮 考慮放在海二十六線 你太急躁了 我們可以喔 慢慢的去想辦法 如果高雄現在抵渣的事情還沒有處理好 我們垃圾 我記得以前喔 以前我們的垃圾有暫時停放在 堆置在大五對不對 大五 大五還是哪裡 沒有我們現在都現在都暫時都 之前高雄跟我們停車的時候 我們都是 各鄉這裡也埋場 各鄉這裡也埋場 如果 抵渣 我們議會 還是反對的話 我不如建議喔 機長啊 我們垃圾暫時就放在台二十六線 暫時先放 多一次在那邊 因為那個地方不是合法的衛生野埋場 這樣不行了 跟 跟 跟副議長報告 那這樣不行 那個 到時候我們那個南區總隊他們都會來 在台東喔 台東已經很多不行了啦 噴到台東也都不行了啦 這個垃圾喔 他還是要經過合法的一個 合法衛生野埋場才可以放 放這個進垃圾 我們是不是可以開會的研究 如果真的垃圾沒有辦法 沒有出路的話呢 載不出去 要怎麼辦 如果 要在那個地方 我們還要做過 經過環評 不要一直想說我們一頓垃圾去換了一頓巴的底渣回來啊 我在想喔 人家會換這麼多底渣喔 送給我們 就表示這個東西 人家不要啦 人不愛啦 人不愛啦 人不愛 我們喔 為了要想本書 像什麼會 都要接收 這個也不行啦 所以我希望喔 你環保局長喔 應該齁 你們要好好的去思考啦 不要想說人本書 現在你也沒辦法 我就隨便要幫你收 那就開始再煩惱了 這齁 講實在不用煩惱了 這齁 這齁 講實在不用煩惱了 在前面 我們先擱入好水 先把本書的去處 我們先把最好水來 我們先把本書的去處 實在齁 那天 陳作議員說了 很有道理喔 那03天議員說了也很有道理喔 我們的 本書現在在目前的地方 是永遠沒有辦法在那裡燒 因為那裡靠這麼多 我們可以換個地方 換個地方 你一直強調不可能換 這個猜也不能猜 我是說比較困難啦 困難 但你也是 現在我早上 用比較小型的混化爐 也有人要去 你會答應嗎 我答應 我答應 沒問題 對啊 那 我們可以齁 用各種方式 我們慢慢來 不要一直 聽到人家不知道 我們垃圾就很急 什麼都說 我跟你講今天一噸八 明天可能就三噸二了啦 我跟副議員爸爸 你看我們垃圾齁 那時候轉運到 我們外線出去燒 我們一斷 走多少錢 人家一直給你去 現在看貼渣 你才能 乖乖 我也說什麼 你就接受什麼 阿伯 人家會越要求 說我貼渣 現在就要三噸 換你加菜 沒辦法給你燒 包括我副議長 我們現在眼前 我們眼前 不可以 做急的事情 做急的事情 你就讓人 脖子上架 不是 給他 呼籲報告 我們現在眼前 從今天開始 我們都要做不好出去了 阿劍龍 他就定了 風災的那一萬幾種 你也不用我煩惱的啦 我當然要煩惱啦 你不用煩惱的 你不要一直想 對一個混亂都定了 你也越勤 你跟人家 所有打的條約 都是麻煩條約啦 對台東都不理啦 我跟你講 局長 慢慢來 本首 台東人都知道 台東所有被子 都知道本首的問題 阿我們不要急著處理 什麼人說什麼 我們就知道 我們會知道 有一天 我們齁 當時要出差的問題 都不知道 我是希望你做局長 慢慢來 好不好 沒有 你拜託我們議長 開個公聽會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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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大家來 組會來 宿庫看這條本首的路要怎麼走 沒想到 我說 今天會 董北 明天一堂三堂 甚至五堂就出來了 不會啦 這個我們都說 有那個合約 我們的公務協定 不會這樣 因為他現在不是對我們大家 他現在不是對我們大家這樣 我已經這麼多次了 我已經這麼多次了 我所送去也不會去 他對每個館期都是這樣 好 好啦 教長您先請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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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援助長 援助長 辦被人家罵到湊頭對不對 對 因為沒有經驗嘛 你辦第一次當然被罵到湊頭嘛 多辦幾次就好了嘛 你如果叫民間誰有辦法辦 我問你 我請在處長你 誰有辦法辦 報告官員 你只有 只有 縣政府來辦 才有公權力啊 他才可以發揮啊 要調哪個單位 警察 消防水都可以調得動啊 你這樣廟宜來辦 誰 誰會聽啊 報告官員 這個活動 過去都是海商跟天后宮 輪流在辦的 那時候為什麼縣政府會搶著要辦那一次 呃 是希望能夠見 你本認為說 這個觀光很不錯嘛 對不對 當時是因為很多民眾反應說 這個有點沼紮 希望能夠優質化 所以政府 我們可以再開會 再來協調 不要辦一次 就說我不要辦了 你如果再不辦 我們東邯鄉可能會葬送不掉 很可惜 台灣省 每個慶典 所有的縣市政府都大力的 在推廣 在預祝 你看鄭蘭宮做得這麼好 對不對 路爾門 每個廟宇 我去到路爾門 連那個台南市長都到 都到 都到現場 對不對 台東縣一直推廣 光光 這個東邯鄉 我希望 拜託 我們原處長 你跟現場稍微溝通一下 不要不辦 真的不要不辦 你給天后宮辦 天后宮沒有那個人力 他沒有辦法調動人馬 只有縣政府來辦 會越辦越好 會辦得越成功 老婆 我們在原則上 我們調查過 全國各縣市的廟會幾乎都是廟宇在辦 我們政府只站在一個 台東光光大縣 一直在這光光大縣 台東 台東就是地方廟宇沒有資源 就要靠縣政府 我們第一次辦 當然人家會罵 因為不曉得手忙腳亂嘛 我們越辦會越好嘛 以後議長委給現政府來辦 主導主辦單位 好不好 我們的時間到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 謝謝陳副議長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下一位 洪中凱議員質詢 謝謝主席 首先請原民處的吳處長 處長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聚落計畫 跟國際魅力據點 這個目前已經駿工了嘛 是 已經報駿工多久 跟議員報告 因為這六月底駿工之後 因為就經過了尼伯特 莫蘭丁馬勒卡這五個颱風 所以他在七月份的時候 尤其是尼伯特 他有一些受損 所以說我們在做驗收 在做那個的時候 做初驗的時候 我們把那個缺失 報到那個缺失改善裡面 所以因為他有一些那個 他有一些工 是不是一般正常的規格 是要定做的 所以我們花了一點時間 再去重新去做定做 那到目前為止 創作區 就是鐵花露底那個地方 我們已經拿到十兆了 現在在做清洗 然後也有一些機台 陸陸續續進來了 那跟魅力據點這個商品區呢 那我們現在就是剩下最後一關 就是消防的複檢 副檢完了就是我們就送十兆 就可以 後面就可以辦理正式的點檢 那原住民文化產業聚多那邊呢 預計什麼時候會開始 我們現在就是 因為我們還有 因為運命會說希望 請蔡總統來剪菜 所以我們有跟運命會這邊 提報出去是約總統的時間 應該在12月 我們是約在12月 所以已經可以開幕了 是因為那邊都已經 現在目前當然廠商 還沒有完全點交給我們 只是我們現在有一些在做清洗了 然後也有一些 我們有一些數位的設備 也陸陸續續進到這個 那這個工程延誤了多久 因為不能算是延誤更衣員報告 因為這個 因為之前還有很多是 雨天不計工期的都有計算 所以它是在這個工程的時間內完成的 也是完成在這個時間內聚工的 這個本來預計 這個在前年吧 還是去年的時候 有講說 要跟著這個元旦的時候 一起開幕 結果一拖拖的 就一年的時間 我覺得沒有 有時候公共工程 這個當然這個工程 大家都知道 我們要讓它 能夠如期完成 不要改用這個 沒有 沒有如期完成 要被罰錢的部分 我們政府有很多種方法 這是你的行政彈性的空間 讓它不要被罰到錢 但是總而言之 這件事情 拖了很久了 一年的時間 是 因為這中間還有一些 可能消防的 一些法國 有一些改變 然後就是 有一些消防系統 要做 要做變更設計 所以也花了一些時間 那這兩個地方 現在你們覺得 營運之後的把握性是怎樣 魅力據點那個部分 是因為是跟我們 管理處的魅力據點 一起合併委外出去了 那我們這邊負責的 我們那邊有留一個空間 是我們自己原民處 是針對 如果說我們台東的一些文創的商品 我們可以透過我們這間 來去做那個販售 那文創園區這個部分 那是由 因為那邊是機關用品 是由我們來去做 來去做經營 那未來我們會有一個科 進駐到那個文創園區那邊去做管理 那後面我們明年大概 明年都整隊文創的營造 因為那邊也有樂舞教室 也有那個錄音室 還有我們會做一些影音的人才培育 還有藝術家做春 這個我主要要講的就是 這個工程延錄了非常久 快一年的時間 所以希望你們後面 跟長簽約也很早就簽了 對不對 那這個營運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大家就 希望你們能夠好好的做 大家都在看 因為工期做了這麼久 在那個地方大家都在問 到底有沒有要開 所以希望你們後面努力 OK 謝謝處長 請坐 再來有請這個 我們民政處的岩處長 處長我看到 縣長的一個施政報告裡面 還有明年度你們的計畫裡面有提到 我們編列給鄉公所的一個費用 那因為這個關於這個自治的部分 應該算自治科這邊的業務 我看裡面的編列經費 其實說明年預計只編一千萬給 十六個鄉鎮市公所 是這樣嗎 這個是主計在核列的 我不太清楚實際的狀況 實際的狀況 因為每一年的他們都有一定的 今年應該也差不多這個費用 應該是 對 有很多相公所說 他只拿到三十萬 縣政府補助給他三十萬 每個鄉公所都會 董籌分配稅說是一定的 是一定 那不會說扣多少扣多少 除非他的評比 去年的去年的評比不好 所以會扣 逐減一些 但是不會說只給三十 我想沒有這種情形 因為董籌分配稅 他有一定計算的公式 那如果假設以明年來算 編列一千萬給鄉鎮市公所 平均起來 那最多的 也大概拿不到一百萬 我不曉得所謂的一千萬是指哪一個項 我預算不在我這裡 OK 市長你會去了解一下 因為這關於你們的自治業務 就是你們在推動那個鄉鎮市公所 他們公開就有一定的計算方式來給 不會說只給三十 鄉鎮市公所就這樣反應 就是說給了非常少的經費 他說怎麼運作呢 當然現在都希望說鄉鎮市公所 自己去跟中央政府申請經費 報告一言 除了統籌分配稅以外 延民會有基本設施維持費 應該他們都有一定的額度 除了立島不是延住民鄉以外 其他都有一定的基本設施的額度 你說那一千萬我就了解一下 一千萬到底是哪一個項目 是不是可以回去的時候 再跟縣長那邊講一下 總諮詢的時候 我會再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他到底 編列給鄉鎮市公所每一年的費用 是多少費用 大概了解一下不然鄉鎮市公所 還要叫嗎 現在到底 現在看起來 未來可能對鄉鎮市公所 跟鄉鎮市民代表會 可能會廢除 可是目前只有提議 還沒有進入實質的討論 所以應該都還會繼續保留下來的情況下 我們不能放給鄉鎮市公所自身自面 因為你看現在這一次的救災 裡面就很明顯發現到 這個問題 鄉鎮市公所他搞不清楚 到底很多的這個業務 到底是 我鄉鎮市公所要做 還是你現任不要做 我看了昨天後來的諮詢 關於消防局那個 在海端的業務 鄉鎮市公所也是抱怨 他不知道到底是 我應該要做 是你管政府要做 所以因為這個當然不要牽扯到 我們民政處這邊自製的業務 所以還是需要你們輔導 鄉鎮市公所來協助他們 還有另外一個 賽斯有跟你提到 現在目前台東 殯葬的這個價格 就是說 有家裡面有喪事的時候 我們要請殯葬業者 來幫我們辦這個喪事的時候 最低的價格是多少錢 跟建議的調查 我們大概目前 我們今年大概 58個賓葬業者 我們有去做評鑑 據我們的了解 費用分兩種 一種是服務費 一種是公所 或是公募的規費 目前我們查到 如果加規費的話 最低最低大概都是 五六萬以上 那當中的服務費 大概多少錢 最低的 服務費大概五萬左右 五萬左右 那是我交給公所 譬如說那個塔位 或是那個部分 大概在一萬塊左右 沒有 公所公募它有分入塔 入塔費大概三萬到四萬 那低收入戶會扣到 扣三分之一 只值給三分之一 第二個是 那個叫做 火化六千塊 低收入戶三千塊 還有那個是 冰櫃一天三百塊 低收入戶一百五十塊 公所目前是有這樣的費用 最簡便 最簡約的一個 辦完商事的 這樣的一個費用 最低就大概要在六七萬 對對對 六七萬 那你覺得 對一個收入非常少的 低收入 或者是 淨品的家庭 這樣 是不是造成非常大的負擔 我們下個 好像是下個禮拜 還是 我們平常是 二十二號 我們會找冰董業者來協調 我們是希望 來鼓勵冰董業者 有三萬塊 含那個規費 三萬五萬這樣的費用 來協助 有一個這樣的標準 來提供這樣的服務 那我們也可以協助他們 做露出 如果說低收入戶 或者課金不好的 可以跟他們聯繫 我想我們會讓他價格規格的話 我們還蠻常跑這個殯葬園區的啦 不管是台東市的或者是其他鄉鎮的這樣 那我覺得某一種程度上面 政府也可以站在一個輔導角色啦 就是說我舉個例子好了 殯葬園區裡面我們常看到 我們拜託的業者來之後呢 搭了一個棚子 那半碗之後呢棚子又收掉 然後呢裡面的花也是一樣啦 這個今天做了之後 結束了又把它收掉 那結果這樣子造成的 你會發現好像反覆在做這些動作 那其實兵葬園區他把這些東西搭的固定的 可以節省這些費用 當然業者的收入可能會降低啦 那他可以在服務的部分去保持他的一個服務品質 一樣可以收那樣的價格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縣政府也沒有在協助做這個商場補助的部分 沒有沒有 所以你一方面定一個價格讓他比較低廉的 能夠讓這些無力辦傷事的這些人 他可以補助補助 另外一個就是商場補助要做 好我們我們我們會會積極協助 協助他們 商場補助這部分 我們在演因為商場補助 通常都是按 縣政府跟商場公所的分權的話 商場補助一般是商場公所的權者 OK 謝謝所長 謝謝 好 謝謝 洪宗凱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陳志豐議員質詢 巡答時間10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我要請一下我們宗教理書科 你不用緊張啊 要叫你送教理書科 你怎麼聽啊 我請教一下 我們台東說沒有電器有幾間 呃 全部有220間 覺得這有 只有電器沒有電器的電器的嗎 全部 全部啊 對對 不只吧 應該不只吧 呃 那我要請教一下 市長那個 那個 有資料再給我就好 好 謝謝 你覺得我們台東 美女要辦完社會 這項民俗活動應該是要 是台東啦 你覺得有需要辦完社會 嗯 民俗活動是應該要鼓勵 要延續嗎 哈 啊 你應該接宗教理書科沒有多久吧 報告議員5月2號報到 5月2號 是 今年5月2號 那請坐 我跟市長說 市長 你知道為什麼天后公法不辦嗎 呃 大概很難很難約束其他的陣頭 市場嗎 對 啊 你記得你們縣政府那一年辦 並不是被罵 你記得 我也是紀律委員 你記得嗎 那個是楊處長的時候嗎 對 我知道的信息是 呃 鎮頭覺得縣政府干預的太多了 鎮頭覺得縣政府干預太多 對對對 並不是你說你們縣政府干預太多啦 是你們緊張很多啦 我都在現場啊 那個鎮頭齁 到下午3點 都全部集合在那個陷阱級 都集合在陷阱級 都集合在陷阱級 當初是這樣 後來楊處長在跟我講說 那現在怎麼辦 現在就地就地就休息了怎麼辦 後來時間一直趕一直趕 你要趕著 六點進去表演 十二點要結束 這是整個過程 然後 然後這整個過程 那個鎮頭才有話在講 你是趕著 我們來陷阱級 那邊做了什麼用 啊 你說的那個天后宮 不辦 這次序是一個原因 可是 現在你們幾處 三個集處都在這裡 環保 消防 還有你們當初的主辦單二 可以有這種資源下去辦 只有台東宣政 你認為天后宮 他可以指揮陷阱級嗎 他可以指揮消防級嗎 他可以指揮那個環保級嗎 他們不能指揮他們 所以說要由我們縣儒 我們所有的單位上 我們來跟他們協助 不能放鞭炮 哪有哪個廟宇 他出去自己放鞭炮 是民眾看到他 他在膜拜的神來的時候 他們才放鞭炮 哪有鎮頭出去自己放鞭炮 是不是這樣 你把那個誤解了說 自己鎮頭出去是 他們在放鞭炮 你們一直把百姓 一直灌輸這個思想說 鎮頭出去就是他自己在放鞭炮 哪有鎮頭自己在放鞭炮 是不是 台東誰有資格去辦這個 這有關係到消防局 消防局 環保局 甚至警察局 人們 有辦單位 他們沒辦法指揮他們 說實在 我要替天樂公講一些話 如果你們這些單位 不給他支持的話 再加上我們的鎮頭 他不自立 你看那些 他們剛成立 法人 財團 他們都六七十歲了 他們為了替你們維持秩序 還被那些鎮頭罵 請何以堪 不當他阿公 當他爸爸 都當得過了 是不是 可是他們沒有能力說 請消防局 這邊是不是要 如果怎麼樣 我們是不是要待命啊 消防車要待命 警察 你看那個鎮頭 你在吵架 是不是 他們可以去講嗎 不可以啊 這雙方面喔 我們主辦單位也要檢討啦 各鎮頭也要檢討啦 所以說 難怪天樂公開 我知道他們 是確定這次不辦 他們已經開過會了 我知道是他們開過會不辦 你覺得呢 你 我有參考過台南 台南陳永華公的辦理方式 他們大概還是民間團體在辦 那個誰 台南那個什麼 剛才 剛才你在跟誰 我們副議長講吧 對 對 跟副議長講嘛 你說各廟 都是民間在辦 對 我跟你講 對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 前台 金蘭會的總會長 昨天也有來 為什麼 沒有 沒有經費 有啊 怎麼沒有經費 彰化縣喔 民間辦 可是彰化縣 你知道彰化縣 給他補助多少嗎 2700萬 他們怎麼敢大手筆說2700萬來贊助這個活動呢 怎麼敢 地方盛世怎麼不敢 大家的事情 又不是我個人的事情 民眾喜歡啊 所以說我們縣政府也要拿一點破例出來 不要說你們不辦啦 也不要說什麼 都是民間自己在辦啦 我是真的齁 以眾欣賞我是覺得說 這個傳統文化還是要再辦下去啦 我們可以邀請這些各廟宇坐下來談嘛 當初那一年 你所謂說的101那一年 其實那一年的 那個次序很好啊 因為我們有成立紀律委員會啊 七十間的廟宇出來 每一個都是 你們要派出一個紀律委員會 其實齁 那件衣服穿的 你是紀律委員會 好聽是說 你就管好你們自己的廟宇啦 你不用管隔壁的 結果都很好啊 結果是太好了 時間 時間把人家濃縮了 走太快了 是不是 所以說 我 也是第一次辦啊 我們 不多在講 你第一次辦 你辦一次就灰心了 那 那 那難道文化解 那難道這個 你辦一次 你 主長 你你會灰心嗎 不會嘛 是不是要一直辦下去 那為什麼你們有這種 課指說 辦不好還是要繼續辦 為什麼 你請坐 為什麼不想說再辦下去呢 還是由你們主導再次來做一個籌備好不好 我們再跟施工所協調看 因為施工所每年都有辦延宵 那 是不是跟施工所併起來 來結合 我們再研究看看 對 誠意啊 讓我們台東的百姓 去覺得說 我們獻子有這個誠意 因為齁 台東一些縣民 也是這麼覺得說 縣長不 沒有影響 他不要辦 這樣啦 成績現在還有一段 他不要連任 他也不要辦 不要讓人家有這種感覺 對啦 我說實在啦 再次不辦 你不辦的話 讓 這一些我們縣民的這種 額語說 他不要連任 他不要辦 他不嚇人 他不要辦 會影響誰 影響上面坐那一個人 那如果他以後怎麼辦 對不對 以後如果他坐那一個位置 準備備選哪一個人 那我現在可以問他說 縣長你要不要辦 對不對 哪一點 哪一點成績出來啦 看是要跟 施工所 還是我們 各廟宇 來做一個協調 說 所謂協調 不一定說你們縣委 就是要你們主導嘛 大家坐下來談看看嘛 好不好 現在也十一月了啦 還剩幾個月 是不是 我們 我們肯定你拜託一下 把這個 不要說 不要講那麼快啦 我們 大家來 開個會 我陪你們去啦 那個廟宇不用怕 好 您請坐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 好 謝謝陳議員 對宗教禮俗的關心 我們接下來請 林秀信議員 質詢 許答時間 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我想有一個問題 請教 原民處 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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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施工所 可是施工所 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施工 請問原因何在 請問那個 原民處的承辦人 回答 等一下再請我們課長補充 跟你們先做報告 那個 這個 因為尼泊特颱風造成 巴薩瓦利波羅 聚會所的倒塌 其實這次有兩項 這個 針對這個有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 你剛剛議員說的 是施工所 現在正在上網 招標的 這個部分 是東管處 來去做補助的 那另外是針對上次的 尼泊特颱風 原民會也有下來 限勘 限勘之後 要提報計劃到 原民會去 因為後面還要再做一些修正 現在目前為止 還在原民會這邊等他們 處長 那個施工所 曾經幫過兩次 開標 是 留標兩次 如果施工所 沒有辦法處理 原民會 你不能做輔導的動作 或是介紹一些廠商 儘快把這個 聚會所恢復原狀 好 我們再跟 公所這邊 進行去做了解 他們的整個的 那個作業方式 是 我想儘快好不好 好 請處長幫忙一下 謝謝大衛主席 剩下的時間 我給您重案 謝謝 謝謝大衛主席 謝謝 謝謝 李秀信 您議員 書 原民書 本席 手上拿到的是 原住民行政處 對於尼伯特颱風 調查 原住民家庭 行政機關 調查表統計 本席在那邊問你 那莫蘭地颱風 跟煤奇颱風 你有沒有一樣 有這樣的統計表 接下來那兩個颱風 有損害了 你有沒有這個統計表 現在還有再陸陸續續 再提到要統計 好 那我們就以這個 尼伯特颱風 這個為例好了 本席想跟你探討的是 我們除了調查之外 原民處有沒有其他的作為 其實我們調查這個數據之外 因為我這邊也看到有廁所 有倉庫有屋頂 甚至也有多過輪活動中心 但是本席想請教你 請教廠 後續的處理 你有沒有處理 根源報告 針對這次尼伯特的部分 就是屬於鞍籤跟專案 救助的那些 那些我們的戶數 我們原民會這邊 有提拨了一個 兩千萬的經費 我們現在是公署 各個在座統計 未來會是參照那個 鞍籤跟專案救助的方式 來補助給我們的戶數 那另外針對那個 這次風災造成的影響 本來我們這次有提報到 那個花東基金裡面 針對尼伯特的部分 那很遺憾是因為這次 因為可能我們就是 原來是把計劃分開了 那個誰 你這個是大方向大目標 本席現在問你是 你們的整個園民處的人力 有沒有去對每一戶受災戶去了解 我們有透過園家中心 就是我們在這15個 15個鄉鎮的園家中心來去做 那一個 園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對有沒有去瞭解嗎 有 我們各個 誰去瞭解 誰去瞭解 各園家中心的社工園都有 哪一個自工園 園家中心的社工園 是吧 本席這邊有兩個案例 一個發生在台東市 也就是我跟林議員 所生活在馬當部落的 老人家 屋頂飛走了 就本席所關心到現在 除了里長之外 跟本席知道 請助理過去協助之外 我沒有看到園民族有任何的作為 再來 湘蘭 阿美族住的地方 這個上面部落是排文族 下面是阿美族 特別緊 本席到阿美族那個部分 一樣 那一排的屋子 他跟我講 他說 我們這邊很像是孤兒 很像是財王縣的孤兒 上面的部落有人去看 可是下面的部落 沒有人來關心過我們 本席這邊強調的是 我好幾次的會議跟創講 中央圓民會 是我們全國原住民 最後的後盾 當然你圓民處 站在你的立場上 你也應該是台東縣政府 所有原住民裡面 最後的後盾 所以你不應該 你的資訊不應該要比社會處慢 社會處應該有的 或者是消防局那邊有的 或是警察局那邊有的 其實圓民處都應該要有這些資訊 那我不知道這個統計有什麼意義 但是 我不知道 本席不知道 我們到底 圓民處有沒有具體的去 幫助這些我們原住民 我相信 林修信議員跟我們很多議員 都有這樣的 碰到很多受災戶 就去上一次 本席在上一些議員的時候 也是碰到火災戶 也是原住民 也是 雙手一攤啊 只有施工所來啊 我上次也有跟之前的原民處處長講啊 我就搞不懂 實在我原民處的資訊到底是 你們的資訊是到底來 我這個本席一看大概就是 鄉公所匯報的嘛 一定是鄉公所匯報的嘛 一定是鄉公所匯報的嘛 你看我以台東市為意好了 我以台東市裏面有兩百六十九戶 阿庄 因為我知道你們的人力有問題啦 但是沒有辦法交代所有的里長或村長去協助 來讓你們了解最重要的扎態是什麼 那你有沒有什麼回應 我们现在 透过乡镇的部分 我们是可以跟里长 主长我要跟你讲 我要跟你说明的是 不管普通的害者的灾米也好 原住的灾米也好 就以一个受灾户来讲的话 他第一个心情就是 希望这个政府他是有作为的 他是能够立即来关心我们 立即来帮我们解决问题 也许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 也许获到补助的方式有很多种 可是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这个我都认同 可是如果你没有马上立即的去协助的话 到后面 说难听一点 就像台湾人讲的 我们台湾人讲一句话 脱裤子放屁 你在后面的补助都没有用 你看湘南的那个已经发生一个月后 一个半月后才请本徐 是尼波特台风一个半月后 他请本徐过去看 那个车门的物理都飞走了 本徐在跟你讲 他说只有一个单位要关心他们 叫什么 叫基督教长老教会 你最近看那个报道 你会看到很多长老教会 都把我们台湾人很多的 原住民的收灾户的房子给修复了 所以这个就是本徐所说的 行政单位的着力点 到底有没有让人民感受到 你即使去看他一下 你会让他感受到这个政府是关心我们 这个处长本身一直在从上一届议员的开始要求 每一个人民处处长要将心比心 我们人民处你看贵处有五个科的科长 分别掌握不同的原住民的事物 难道我们原住民处的人力 没有办法去了解每一个乡镇 每一个原住民的需要吗 我想处长你在这方面还是要多努力 好不好 好 请坐 再请那个民政处长 本席刚才听到你的话 我对宗教的这个有点意见 本席也是拜拜的 当然但是我非常尊重所有在台湾的所有的宗教 今天如果是万圣节游行 圣诞节花车游行 本席绝对全力的支持 但是因为这个是台湾的民俗信仰 它本身的复杂度都有 本身的这个文化的习惯不一样 但有鞭炮啊有炒炸 那随着工商业社会不断的进步 每一个人比如说你过去是神危险 后到现在可能是人为的 人为的可能比神明的这个还要重要 所以因为人为的这个心理的要求 我要出名 我要掐一样这样 我要在这个看到我这个庙很会 很这个很风光的走在街上 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来强力的来主导来监督啊 你铁人三项这么多民间协会的办理 哪一个不需要警察局 哪一个不需要卫生局 哪一个不需要环保局来支援 是吧 处长你说 我们会积极协助来做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七八十人传统 都希望处长您在所有宗教里面是一事同仁 我相信您也是会一事同仁看待 我们是希望这样的一个协处能够保持下去 当然我们需要面对这多元的社会 一定要有一个游戏的规则 好不好 处长请坐 谢谢大家 也是同时一样 我们谢谢林社系委员跟林从安议员也是在关心原住民事务 我们接下来请我们方贤任议员咨询 寻答时间十分钟 谢谢大会主席陈秘书长各级处一级主管同仁 以及在座的各位媒体先生女士大家早安 大家好 首先请教原民事务处长 台湾全省目前原民数最多的是哪一个省市 原住民 对原住民 应该还是花莲最多 花莲 然后是 其次是台东县 台东县 相差大概多少 应该没有 花莲应该八万多 七万多 应该没有到一万左右 那全省从total是人数是大概多少 原住民人数吗 对 五十二万 五十四万 应该是五十五万多 就我了解是应该五十五万三千多 我想这个数字不是很正确 我想在这里请教处长 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多元的民主 我们应该要互相包容 互相尊重 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 我们就发现很多 骑是我们原住民 践踏我们原住民 你知道吗 请议员在明示 你都没有关心原住民的事物吗 你都不关心啊 你身为原住民的处长 你应该关心原住民的事物呢 他五二零就职典礼的时候 在国际媒体前面 教化的民族呢 你认同这个看法吗 这个话我是不太认同啦 因为我们因为前一幕话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修为 并不是说外来的 接着8月1号 他向原住民道歉 10月10号 中华民国105年的生日 应该是大家高高兴兴的时候 他的事宜 介绍16个族群的时候 他怎么介绍你知道吗 你给我听看看 介绍各族群啊 我知道他是我们每一个族群的 他怎么介绍的 他的事宜怎么介绍的 你身为原住民最高的行政所长啊 你应该关心这样的议题 践踏我们原住民你就要积极地去反对 积极地要代表原住民去发声嘛 稍待他也打卡了耶 阿萨布鲁哥呢 我中间还没有念 阿萨布鲁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你跟我解释一下 阿萨布鲁是什么意思 阿萨布鲁哥 你给我解释 他有阿萨布鲁 你敢知道吗 你听有没有 没有很清楚 那我请 呃 局长好了 那个消费局长 解释一下 台语哦 阿萨布鲁是什么意思 阿萨布鲁 台语啊 台语啊 阿萨布鲁啊 台语啊 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嘛 对吧 但是说 艺人如果是A咖 搞不好阿萨布鲁是B咖 C咖 大概的意思大概是这样 能力不足的 这样的一个践踏的我们原住民 你都不表达意见 你应该挺身而出嘛 发个新闻稿给计划处嘛 新闻科是不是在计划处 对啊 你应该要表达意见啊 为了原住民的尊严 为了原住民的权益 你应该要挺身而出嘛 你要表达你 你的gass出来嘛 你要多关心我们原住民的事务啊 原住民的福利啊 原住民的尊严你要保护啊 不是坐在你办公室里面 写计划 办活动 就可以了吗 原民出处的有这么好干吗 没有 对不对 你应该要挺身而出 为原住民去发生 虽然这件事情一事过见轻了 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尊严 但你来看 原住民不是好欺负的 不是一个教化的民主 你应该要发一个行动稿吧 表达我们原住民的立场吧 要不要发布是 心无科 处长的事情 对不对 你应该最起码有这个动作呢 你连这个动作都没有做 再来 幸福国宅 我记得 第三次定期会的时候有提案 要把总复数的10%将优先保留于身心障碍者及原住民各保留10% 你有极力争取吗 各级处有没有邀请你去协调这个事情 没有 我上次定期会也跟各级处讲过 只要有关于原住民的事物的时候就必须要通知你 幸福有做到吗 有没有通知你 没有 可是幸福住宅是我们重大的施政之一呢 这要照顾弱势族群呢 你怎么都不知道呢 你应该要提一申请 好不好 跟建设书去协调 不然的话你一三晚就跟你搁置 我要跟协调我们的同仁 把你搁置 我们同仁都很支持 照顾我弱势族群 可是你必须要有作为 要给人家看嘛 不是只是在那边办活动 哪里有说每天都是南岛文化节 南岛文化节 每天都是南岛文化节 这一个重点嘛 难道我们原住民都是每天都是封年纪吗 是不是 每天都封年纪吗 不是啊 有一个时段嘛 哪里有说每天都是南岛文化节 哪里有说每天都是南岛文化节 好不好 好 再来我请教您这个处长好了 对因为你是原住民吧 你对刚才以上本席所讲的一些这期话没有什么看法没有 你说阿萨波鲁那个啊 对对对对 阿萨波鲁确实是一个贬义之词啦 他觉得乱七八糟没有规矩 但是他原来的意思是早上洗澡的意思 早上洗澡 原来的意思是早上洗澡 他的原意是这样 我刚查了一个Google Google是这样的意思啦 哈哈哈哈哈哈 他实际上现在的意思是乱七八糟没规矩啦 对 什么什么洗澡没有关系啦 跟洗澡没有关系啦 Google学错 Google学错 Google啊哈哈哈哈 好我们一起努力啦好不好 大家互相尊重 好 互相包容 这是我们 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啦 好 好不好 大家一起努力 谢谢 谢谢大会主席 谢谢 好 谢谢方协人议员对原住民的这个 好 表达尊重 我们也支持 那我们接下来请由中正议员咨询 寻找时间十分钟 谢谢大会主席 陈秘书长 我们议会的同仁 以及我们县府的各级处 处长以及我们的通知 新闻媒体先生小姐 大家午安 首先 我来看我们严民处 我们处长 还是要救教你 原住民事务 真的是 错种复杂 我想 来自各方的意见 跟指责 这个是 我想是 是很正当的 是很正当的 因为 真的是不容易 那 首先 我们要救教我们的处长 就是从七月份开始 这个尼泊特台风 一来接连发生了几次的 这个风灾 跟豪雨 也造成了我们地方上 也造成了我们地方上 不管是交通的瘫痪 或者是建物作物的一个损害 乃至于我们在偏乡地区就两处 一个部落 跟村庄 发生一个土石流 这个房屋遭到掩埋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两处也都是刚刚好都是我们原住民居住的一个偏乡 我想第一个是我们大五的爱国谱一个部落 以及我们盐平的红叶村 我想这个这里非常的清楚 也四个好几个业了 那我想我们政府的一个作为 我想应该都已经提出了一个集体的做法 或者是做了到某一种的程度 那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来了解 你们的作为 然后你们的进度到哪里 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处长去说明 好 根源报告 我9月15号16号 木兰地台风造成那个红叶部落跟爱国府部落的土石 也埋到道路或是甚至部落里面 那之后呢 我们这边9月16号就签会各处成立了 一个木兰地的重建推动委员会 那在10月份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有陆续去做重建小组的会议 那跟预言报告这边 针对爱国府跟红叶部落的部分 我先针对爱国府的部分来谈好了 爱国府的部分 其实我们在10月份的9月底的时候我们就先做了 10月份就先做那个针对那个安全 就是针对爱国府部落1到40这个 针对他们这个危险区域的安全刊定 那也在10月10几号的时候我们已经做安全的刊定 找了地质所 承担防灾所中央各部会的一些相关的专业单位 来给我们去做现场刊定 那边后来就是我们刊定为那边是安全刊域的区域范围内 所以说安全刊域区域范围内 已经核定它是安全刊域的区域 安全刊域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后来就是就是界定是说它要朝千春的方向去做 那后来我们就在 那千春要到哪里 针对 针对千春这个我们又找了两个基地 第一个就是在我们之前议员也去看过的就是火动中心前面那一块 那另外就在爱国府的永久屋基地前面那一块 就是现有的 是 目前就已经有的 呃就是它前面还有一些空地是国有的土地 那我们也必须针对这个千居地要去做安全的评估 那我们安全评估的报告7号才刚回来 那我们11号的时候 7号 这个月7号 这个月7号就是针对这个 未来要千居地的安全评估 我们要先做它是不是 去确认它是不是安全的 所以说我们7号报告出来 那7号报告出来我们还要再做一个现场的刊定的动作 那现场刊定动作我们也也也已经呃呃会给中央部会我们11号会在 爱国府跟红业部落再去做现场刊定确认这个地点 我们选的这个这个这个千居地的地点是不是安全的去做一个认定 那那到目前为止爱国府部落大概会议朝向是在 呃就是前面爱国爱国普永久基地前面跟因为它这次爱国府的呃受灾户可能未来要签出呢有总共50几 户57户左右 那这块地可以容纳吗 所以所以可能我们我们现在昨天呃前两天我们还在跟相公所这边商量可能会以那个像永久屋下面基地为主那是不是有10一到那个呃居会所前面这边移过去因为这样才能容纳50几户的的那个居民的安置 那那现在就是我们1111号去做刊定之后其实在上上个月的呃上个月的时候那个慈激NGO组织他们也有去就去就去现场去看那个现场可不可以 其实基本上他们可能呃他们会把他们自己去看过了之后可能会他们这个会提报到他们董事会董事会他们同意之后可能未来也有有可能会是实际来去做呃新建啊爱国府的永久屋 大家现在进度是在这边那后面现在就是后面还要做呃新办就是呃土地的拨用新办事业的计划的提出后面还有呃安全评估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呃呃前两天我们就请公所这边要提报新办事业计划提上来之后才做后面进行的动作 好那厨长谢谢你但是哈我这里哈有小小的这个意见话要跟你沟通你说总共五十二户有一部分是要签到工作地的活动中心前面然后一部分是要签到目前现有的呃大部分是放在永久屋的下方是呃是这样吼你也知道我们原住民吼他是有份 部落的现在他们要签的地方一个就是现在要签的地方是爱国谷部落跟我们现在要签到那个地方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过去是不一样的部落也不一样的家族这原住民的地方是这样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最好是能够把它系在一起不要给他分开 那既然那既然那个活动中心前面那一块土地是目前是呃你像是盐保地也是私人的一个土地那有国有地然后地方又大又可以容纳哦然后把一个完整的部落把它牵到那边去不是更好吗哦所以地方的一个和谐我们也是尽量是说能够应该是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好不好我知道我们会尽量能够如果说能够他能够容量是在那个永久屋基地下方这种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够全聚在这个里面那可是我们是又在在在另外一个想法是万一那边真的容纳不下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只能再把一个其中的一领移到那边去这是没有办法再去我想那一块土地哦应该是足够了哦去容纳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地方的和谐 跟我们公共设施的和我们公共设施的和新建然后或者是地方的引造对部落的引造的话是非常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不要有第二个那个方案就是朝这个方案去努力好不好是哦这样子就不会我这个牵扯到很多的好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延伸的知觉好谢谢你好谢谢 再过来我们消防局的学长 那个局长 刚刚我提过了哈 由于我们这个全球性的一个气候的软化哦那么导致啊这个极端的天气的变化将来是经常性的发生是高频率的发生 那我们台东因为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不是高山峻林这个土坡的一个高山就是深谷川级的溪流以及面对太平洋强大的涌浪的侵袭那我们在处置这样的一个环境 然后一道台东西 然后一道台风来的时候 那我们的就以目前的救灾的机能有没有办法去因应去面对 谢谢永远对这个救灾这个议题的一个 就针对这个三大恶劣的环境 我们有没有那个能力 其实目前的装备有没有 人力有没有 目前我们针对各种灾害呢 各个灾害的主管机关都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实际上 像遇到尼伯特风灾这样子的状况 以我们现有的能力 当然没有办法在短时间里面 来快速的来复原 来重建 因此也需要其他县市的资源进来 来支援我们 执行我们救援的任务 好吧 那就谢谢 那其他的 你就用书面 我设下我的咨询 咨询稿我会拿给你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局长 谢谢我们大会主席 好 谢谢由忠正议员 对山地土地的咨询 以及偏乡救灾系统的关注 跟各位议员同仁报告 我们的议事厅来了贵宾 我们欢迎长冰箱公所 长冰箱代表会 参与 谢谢 跟各位特别介绍我们 长冰箱的潘淑邦 潘箱长 白金龙白主席 谢谢 因为我手上的资料只有这样 所以抱歉 其他参与的同仁 这边就没有办法一一介绍 谢谢大家 谢谢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进行 下一个登记咨询的是 黄天德议员 不要再滑手机了 谢谢 尋当时间 谢谢大会主席 我延续昨天的议题 我们请消防局局长 关于我们像蓝宇的这个消防栓 我想说 呃 局长应该很了解才对吧 那我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地下屋 这个地下屋 它的有没有这个消防栓的设置 因为这个上一期我就提过的 但是你们有一个回应给我 现在我说请局长 再解释一下 到底是怎么会造成后到现在一直没有把那个问题给我处理 野营的地下屋 对 还有朗岛 两个部落的那个盐管的那个什么消防栓 那你应该都有消防栓啊 问题是 问题是没有在市区啊 没有在市区 市区 我没有市区 我没有市区 那没有在市区 没有关系 消防车它可以再用水源延伸水袋拉进去 问题是连 连一个马路道路的消防车经过的地方都没有 那你这个要怎么处理啊 有这种情形啊 我再了解看看好不好 因为我据我所现在所知道 不了解 上一次我就跟局长讲过啦 说关于这个地下屋的问题 一旦烧起来有活摘的话 你根本连救活的那个方式都没有啊 连一个水袋都没有啊 我再了解看看好不好 因为我的认知应该是有 不要说再了解 我说现在我已经算是第二次已经跟局长讲过了 连你一个水袋一个消防栓你都没有办法设置吗 消防栓的设置是自来水单位的设置 如果说消防栓的数量不足 我们可以跟自来水来协调来增设 那最起码有个水 那个水袋就可以啦 可以延长或弄个五六个水袋 水袋可以延长啊 对 对 对 以认知要求来那怎么办 啊整个都是文物咧 所以 我说请局长后重视一下这个议题 因为我不想一直再重复讲 那 那没关系 我们事后再跟黄议员来请教 您讲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我们再实际再来看 因为 上次讲完我 我请我们朋友去看 确认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现在 你现在既然没有办法解决 那我的问题 现在是东京又增加了一个盐管的一个工程 是 知道吗 东京增加一个工程 对 就是盐管自来水盐管的一个工程 那你有没有去关心这个 向消防栓的问题 这个部分我还不清楚 局长拜托一下 好 这个很重要 因为很多现在后 每一个来与整个环岛过路 每个湘米都在设立一些民宿 但是消防栓这个东西 真的是一定要设立 那你现在后 现在正在配管线 对 啊你连一个 你有跟这来水公司 正在配管线 刚好把消防栓设上去 是最理想的状态 对啊 当然啊 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做动作啊 好我们来了解看看 我们来了解 不要一直了解啦 真的一定要去做啦 好 好 因为目前蓝语说实在啦 蓝语我想各局处都一样 很怕来蓝语 或蓝会堪 一来蓝语就是被关了好几天 但是我也是提亮各位 但是不要吝 吝吝的时间 真的一定要把蓝语一趟一下 不要说只有电话讲一下 看一看 我们蓝语到底是发生了什么状况 也许跟你讲也不知道 一定要现场啊才知道啊 对不对 对对 好啦那蓝语会期以后 这个一定要跟我讲一下 一定给我通报一下 好不好 我过去一趟 我过去一趟 好局长请坐 好谢谢 呃我们黄堡 局长可以 也好 呃也许后也是一样 连四次的定期 定期会我都跟局长讲过了 关于蓝语的垃圾 已经饱满到可以像是一座山了 从之前第三次定期会 已经是一个饱和状态已经平 就是跟路面平了 现在又凸起来了 关于这个问题后 我想说 呃也许局长 这个 这个垃圾的问题后 也是被被烦了 但是问题是我 蓝语的垃圾还是要处理 我跟叶也说明一下 之前因为垃圾 高雄都没有被带杀嘛 一直到六月份 才开始带我们带杀 所以蓝语的部分的垃圾 我们都全量 转运出去 全量 但是 现在就是因为我们今年 台风特别多 九月份连续好几台风 所以那个船起 因为它靠船运过来 所以 可能船起比较少 但我们统计过 蓝语 我们从六月到十月份 我们转运回来的垃圾 有五百四十三公吨 那支援回缩物有一百二十五公吨 那废弃车 机车 飞汽车有九辆 那机车有五十辆 那就是因为刚才跟那个 一眼报告就是 因为这个九月份 当屋这个传奇 当屋了 那 现在我们碰到一个问题 高雄又像这么停烧了 好这个我想说 就是 试一下可以跟其他的医院 但是我的蓝语的问题 一定要处理解决掉 你现在委外的厂商还是一样 是 刚刚一眼报告 如果我们的垃圾 没有办法送到高雄 蓝语垃圾真的就运不出来 因为我没地方放 也没地方烧 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会去整理 变成说 我们再来整理蓝语的空间 只能这样子 稍微运复一下 稍微稍微运复一下 那我们看看是 明年的预算 我们来找金费 来活化蓝语的掩埋场 蓝语的掩埋场 快满了 我们都理解 我们都知道 因为来这个是我们 是包括地区的一个导导 是 说实在要运东西真的很困难 是 但是问题是你委外的公司 说实在 像资源回收这个部分 是 那你轮胎有包含进去吗 有包含进去 那为什么轮胎没有办法运出去 轮胎也有轻易回来 被轮胎 对 我跟医院报告 大概是8月或9月的时间 全省的被轮胎都没有办法去换 那个时候停下来 那是全部停下来 不是只有蓝语 那后来 環保署又补助我们的经费 也帮我们协调 環保署帮我们协调 找到北部的一家厂商 帮我们去换 所以后来有运 都有运 因为我发觉 现在我们蓝语的废轮胎 真的是一大堆 是 我想说 因为虾民经常问 为什么废轮胎不能轻运出去 所以我跟局长讲 这一点 废轮胎整个垃圾厂 全部已经占了三分之一的地方了 这个支收物我们会运回来 因为那个废轮胎 还是要回到处理厂 会再运 就像这个垃圾比较麻烦 因为从今天开始 高雄又是那么停烧垃圾 因为我们如果不用抵扎 他那个再生力量兑换的话 他不收我们垃圾 因为蓝语的垃圾 说实在 已经满天飞了 但是在你轻运当中 你委外的厂商 有没有跟我们蓝语的这个员工讲一下 因为很多 运到港口 整个垃圾后 就在港口里面乱飞了 他可能在等那个传奇 这个部分 我们会跟康商约束 如果有传奇要运的时候 那个垃圾要处理好 不可以让我们满天飞 那我跟医人补充一下 这段期间 我们那个蓝语的那个肺轮胎 我们运回了六公顿 有六公顿运回来了 那个肺轮胎的部分 那后续如果还有 我们会再继续轻运 是吧 那我真的还是要再去跑一趟 因为我这个 对于肺轮胎这个问题 在蓝语以后延伸很多的一些 尤其是夏天 我堆积在那边实在是 会对环境医生 会有卫生影响 所以这一点我不管 然后局长可以麻烦想进办法 后这个飞轮胎 还有一些工业用的废弃物 虽然是在蓝语没有什么 但是对我们来讲 是我们要处理这些很难处理 而且我们会协助 又不能说乱丢 你乱丢的话 也许这个不是我们主人的习惯 是是 所以我想说局长这个就麻烦一下 是应该有 我们来协助 因为它也包含到我们的生态捐了 对 你像这个生态捐后 在之前后我们先前的新闻后 就是揭露出来说是200块 你觉得这个价钱是怎样 这个费用可能要在 我不是个财经专家 这个要精算 那我的立场 在我们环法局上 我们是乐观其成 热生态捐 不过我这边有个议员建议 这个生态捐也应该着重在 生态环境的维护 还有环境清洁 因为我们的垃圾处理费用 是我们绿岛基金在处理的 这个部分对公所的财政负担 不是那么严重 但是这个生态捐 我是乐观其成 我们也在 市长我想说 这个议题我们跟其 像我们绿岛跟我们蓝语 还有我们相关单位的话 我们再从您一个场案出来 希望稍后能把这个 稍后早一点做决议 好 好 谢谢局长 好 谢谢议员 谢谢 谢谢黄天德议员 对垃圾还有消防栓 虽然消防栓 应该是自来水业务 但我相信局长会协助您协调 那现在 再介绍几位长冰箱代表会的代表 我们欢迎 请稍等一下 欢迎林修正代表 吴伯鑫代表 李建吉代表 李建吉代表 梁秀珍代表 好 谢谢 我们接下来就是来预奖王焕绿岛 我们今天最后一位 质询的议员 谢贤玉 谢议员 寻答时间十分钟 谢谢大会主席 我们来参谎的 我们长冰箱的 各位 我们长冰箱的箱长 还有 我们代表会的主席跟各代表 还有我们 各级处的 各级处的 级处长 还有相关的 科室主管 各位议员 大家午安 我现在 借这个机会 我想 请教一下民政处处长 处长我们立岛 这个门牌 比如说我门牌掉落 那是负责事务所在处理 那门牌掉落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说 等于是你申请的话 要集中到 比如说五个或十个才来制作 应该是这样 我们通常都会这样 对 那处长你听我说 那立岛的门牌 如果说 一般大致性都弄好的话 那剩下 比如说剩下 一个两个的门牌申请 大概已经申请了三年 还没有下落 那我在想 是不是把立岛 跟台东的 如果是 总和在一起 如果十个要制作的时候 就一起弄吧 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做 你们通常这样做 我跟你讲 我南辽出193号 我服务出的193号的门牌 三年了 那我们 三年了 这个 我们通常都是合并做以后 大家分担 我这个已经申请三年 大概是 是不是忘记了 或是公文 放在那个 我们马上去检讨处理 好 好 谢谢 部屋上 麻烦 部屋工的 厅 那我们原名处的处长 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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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教育的部分的话 他就可以提送计划来我们原民处 这边申请计划的补助 所以我们绿岛没有窗口吗 其实去年的时候 我们有去绿岛那边去做说明会 就是针对我们一些原民的一些政策去做说明 当时因为他们当时说 大部分人都在工作 还有集在人不在的非常多 那我们本来这次也有跟相公所这边提说 中低收入户的部分 那个修缮建构的补助 这样子好不好 处长可以的话 在绿岛的原住民 要像在台东的原住民一样 相关的福利跟一些那个 所有你们的所有的活动福利各方面 我希望有一个绿岛有一个窗口 你要委托给民间的社团 或是要给相公所来开一个窗口都可以 我不希望说我们原住民族 像刚刚我们方议员讲的 都已经被好像有点被歧视了 有一点说的那个阿萨布鲁这样 阿萨布鲁是早上洗澡的意思 那个日本的日本的日本人讲阿萨布鲁就是早上洗澡的 确实是没错啦 但我希望说我们的原住民能够到绿岛的 在立岛的原住民能够比较像在台东这样子的福利跟 还有一些需要被告知的我们都要让他知道 所以希望有一个窗口 我记得以前阿萨布鲁我那个老婆是原住民 以前喔强调一下 他一年是 就好像只有被你们通知开一次会而已 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对 应该还有很多活动跟一些那个福利 那 也 那个 你请坐 那个 报告局长时间有限喔 你请起立 那个局长 报告局长 这个底渣喔 我问你喔 垃圾一顿可以烧起来 剩下的底渣差不多多少 目前大概是平均在于18% 18%嘛 对啊 对 那个 那现在是1.8倍啊 对 那这个底渣 工程有没有限制 他有限制 有限制喔 对 就是在说道路的集配 局长 我也没有时间啦 这个我们农以后再谈 我把时间让给我们洗净农一言 不过我这里要强调一下 不是 我们为了烧热社把底渣接来了 但是我们底渣喔 应该哪一些工程 什么样的 应该先有规划 这个法规都有规 有规范 不然我们立岛的 18平方公里 不够 希望能够填癌 把我们的面积扩大一点 好不好 那个以后 以后我们再谈论 我们把 主席 我把时间让给我们洗净农一言 谢谢 谢谢议员 谢谢大家主席 更谢谢我们 谢谢一线一言 非常感谢我们长平乡的 潘乡长以及白主席 来对我们台中县议会的指导 比关心喔 首先我要延续我昨天的一些 还没有讲完的一些议题 麻烦请我们消防局局长 局长啊 本期昨天有跟你谈到一些问题喔 然后至于 呃太原的 跟那个 突然的 消防厅设 那现在我要跟你讲一些事情 就是说 为我们台中县的这个 东海岸三象镇喔 整个地形狭场 然后每年都遭遇到台风的 这个侵袭喔 那么现在面临着一个困难点 就是呃 每当灾害来袭的时候 尤其是海难 呃 这个 这个 我们消防人员喔 有时候 真的真的是海浪太大的时候 他的水上摩托车也没有办法出勤 救生也没有办法 那眼看着人都在海上漂流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那边束手无策 这个时候 抛身枪也打不到 救生医也没有办法 能够送到这一个 逆水者的身上 这个时候 我们在那边 真的很烦恼 那么我们现在我们上一次有去观摩到 这个消防的这一个展览展 哦 本人也有去参加那个展览哦 在里面有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现有的哦 类似呃 空拍机的直升机 那本期间的那一个 那一样东西 如果能够 把我们的 护挂 我们的救生医 或是抛身枪的绳子 能够安全的 送到这一个 受逆者的身上的时候 是不是 这个受逆者的生命 就会有保障 是 谢谢徐远 您的意见非常的棒 非常好 我们最近也正在研究 运用空拍机 来执行水上救援的 这个功能 实际上 在这一次 立即桥下的 受困 河床的一个事件里面 就有民众来协助我们 运用空拍机 成功的将 救生衣跟 头盔 送给 这个受困在 河床上的 这个民众 然后 成功救援的案例存在 那个影片 北极也有看过 所以说 本局看了 那个影片之后 对我自己来讲 我身为在整个海岸线 身为一位一员 我感触良多 为什么每次当风灾来 我们海岸 台风来的时候 我们不能救灾 然后也真正看着 那个受力者在那边 载载车的时候 我们 一些救难能源 没有办法 给他一个安全的东西 给他 这是我们看在心里 会非常难过 所以说 本局在那边要求 是否 我们消防局的 这边能够尽快的编列预算 增添一些我们 这些救灾的一些器材 提供我们 在整个海岸线的一些 救灾的使用的方便 可行吗 可行 我们 最近就在找经费 要来充实 目前是打算先买 采购四台 原则上一个大队先一台 未来再看状况 我们再来增加 在明年可以配上用场吗 我还是需要经过改装 不是现整的空拍器 那当然 对 明年可以配上用场吗 可以 可以 那您请坐 谢谢大会主席 那本期今天只请到此 做一个完毕 谢谢 谢谢 班长长跟白主席 谢谢你们 谢谢 对 谢谢 但是在我们 结束之前 我们要介绍一位 长冰箱最有魅力的代表 我们李光兰 李副主席 我们是故意把你放到最后压筹的 因为许议员交代我要这么做 好 我们谢谢 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我们下午是分组审查 及搜集资料 再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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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